晚上好啊 晚上好 晚上好 都吃晚饭了吗 有没有吃晚饭 墨镜戴上墨镜我退了 墨镜有点贵啊 我不舍得买1000块钱的那墨镜 我退掉了 平时戴的机会很少啊 没有什么机会去戴墨镜的 小李Li说 户子今天能借我点钱吗 我为什么要借你钱呢 你得给我个理由啊 对不对 你得给我一个让我无法拒绝的理由 另外呢 就一般而言 我是不借任何人钱的 因为借钱啊 最终一定会变成仇人的 所以说啊 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啊 因为我还想跟你继续做朋友 所以说我就不把钱借给你 这是最好的 就是在变成仇人之前啊 我就杀住了 咱们就能成为一辈子的朋友了 怎么才能成为一辈子的朋友呢 就是说我不借钱给你 这就能成为一辈子的朋友了 知道吧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所以我珍惜你 我才不借钱给你 如果我不珍惜你 我就会借钱给你 那么借给你就变成仇人 这是一定的 就借到最后就会变成仇人 那无论是朋友 还是所谓什么亲戚 到最后就是仇人 所以为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延续 所以说就不借 这是对我们俩来讲 都是最好的 好 不着急啊 别着急啊 马上开始PK啊 马上开始PK啊 灵动之子弊说 护子 童童说你线下很文静 哎呀 我跟童童见面都是去年的事了 去年 都啥时候我都忘了 去年可能上半年吧 那都老走了 我仙人生活中 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你说仙人生活中 你说 说句实话 这个你跟别人变啥呢 是不是 也没什么好变的 出去要么是接受服务 比如说餐馆吃饭 对吧 比如说出去这个买点水果 对吧 遛遛狗 也没有人会跟你争辩啊 对吧 因为你是接受服务这一方 你要么就是 这个出去拍视频 我也不给人 不跟人变 变来变去的 对吧 所以说只有在直播间 我才爱说话 现在生活中 我不爱说话的 好 来 我把连卖打开啊 大家有不同观点 可以连卖的啊 好 他们马上 接着继续连卖啊 继续连卖 嗯 好 不着急啊 不着急 上完勿躁啊 上完勿躁 哎呀 这个逐流人说 为什么我看见你的脸 就想打你 那那我觉得 那咱们保持这样的 你看我的直播 对吧 你又打不到我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真打到我了 那你肯定得进去 得踩风扇机 对不对 你又见不到我 你就踩不到风扇机了 你说 这个是不是 对于双方来讲 都是好处 你给我直播间 增加一个人 增加一个热度 对吧 你又打不到我 自己又不用踩风扇机 你还得谢谢我呢 哎呀 感谢我校长是小张 感谢我张总的蒙托火箭 感谢我张总的穿云剑 谢谢张总 今天咱们是9月30号啊 9月份最后一天啊 这9月份最后一天了 看看9月份能挣多少钱啊 感谢我陈 陈 这个这这这什么 陈 陈池啊 陈池 感谢陈池总的这个这个建长 感谢啊 中间这个 在你这不正能量 我就啊 我就不读了 感谢啊 感谢这个陈池总的建长啊 感谢啊 喝的什么 喝的苏打水 喝的苏打水啊 喝的苏打水啊 好 我们下面开始连线啊 下面开始连线啊 你好请讲 请讲 喂你好 说嘛 啊哼 我有个问题呢 就是你在很多有时候论述的过程当中 逻辑性有一定的欠缺 例如你总是拿新西兰的购买力来讲 因为新西兰这个国家 它属于一种小国 它是属于英联邦的成员国 他们的国家元首是 King 对吧 是Charles 是英国女王嘛 这个有什么不能讲的 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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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名义上 是是 新西兰的 澳大亚加拿大 对对对 旧中年盲国家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是 名义上来讲 你稍等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名义上来讲 新西兰的 包括加拿大的 他的这个国王 还是 那个什么 英国国王女王 就是名义上来讲 确实是这样的 怎么了吗 是 你听我把话讲了 嗯 是这样啊 呃 就是你像 这些旧英联邦国家往往都是议会之国家吗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 不要聊敏感的啊 不聊敏感 啊 好 OK OK 我的意思就是说 像他们这种国家 澳大利亚加拿大 包括这种新西兰这种国家 他们的这种军事实力 包括很多这种高新技术产业往往都是比较欠缺的 他们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 他们这种民众的高税收 往往是政府用来扶植民间那种民生经济 民生和经济行业 就这些方面的 他不会去把钱更多的投向于就是这种发展高科技啊 高个精尖领域啊 他往往都是维持整个民众的高福利高税收 这是小国像这种国家 对吧 这种国家人口少资源丰富 并且这个政治啊 那个那方面 political question 也没有那么 不要用英语 啊 ok ok 你会就你会英语啊 ok ok 会俩推 可这转来转去的 啊 是是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你总拿新西兰这种小国来 这种购买地 它肯定是不恰当 因为有些他大国的话 他会更多把财政这些方面负担给这种 像 呃 财政这些方面负担 那个是更多的像那种 就是一些军队啊 或者是一些高 别说别敏感啊 啊啊 还有diploma 你想讲什么吗 你想聊什么 所以说我觉得你有时候总拿这种小国的这种 购买地来说事 我觉得是不恰当的 我也没聊到你说的什么科技这方面 我也没聊到这个 呃 是 你纯粹你自己给人意想呢 我都没有聊到这这这这这些方面 是我说之前你发过一个总发那种小国的这种购买地 所以说你应该发一些就对标的一些大国的一些购买地 这样对比来讲更能体验出一些c词们的问题 下去吧你 你会俩英语单词你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是吧 你是不是了不起了 直接给他吓掉啊 你给他装什么呢 你装 会俩一拽的 感谢温柔啊 感谢温柔总啊 感谢温柔总 感谢啊 感谢许元神灯 下一个啊 来读下sc啊 wu 护胜啊 请问你会对sc进行主动的审核吗 是这样啊 呃 这个 我呢 就是sc啊 基本上都会都会读的 对吧 因为各位总的挣钱也不容易 是不是 各位刷钱呢 也不容易 都是学汉钱 不能让各位白刷 那么我如果说遇到一些啊 审核不通过的sc 但是啊 这个 那么我 我对sc进行审核的 如果审核没有通过呢 也不会让你白花钱的 对吧 你可以发一条弹幕 我会把它这个当成sc的来对待的 所以说 这个在我直播间这个 服务啊 就是海底捞食的服务啊 就是来了 咱们都是客 来了啊 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好 下一个啊 下一个 啊 我看下一个连谁啊 别急啊 这个吧 嗯 请讲 嗯 说 呃 那个 胡老师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经历过 那种离奇灵异的世界 你是 女性吗 嗯 没有经历过 没有经历过任何所谓的灵异世界 嗯 就是那你感觉到很诡异的那些世界 很诡异的 那很诡异的倒是有 比如说我一个月挣四五万 我的账户里总是没钱 哎呀 那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我从月初忙到月尾 天天直播 我也没有什么大额花销 就总是没钱 我说实话 我账户里一到月底都是零 都是零 就忙死忙活 一个月挣五六万 六七万 到月底就清零 人家真见了鬼了 那这个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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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说你 就是去过这么多地方 嗯 没有对吧 没有任何灵异事件啊 就就 我跟你讲 就我账户这个事情 是最灵异的 到月底就成零了 到月底就成零了 啊 那也挺逗的 挺逗的 没有 我就是我前段时间 就有发生过一些事情 就我不知道在位的粉丝们 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经历过 你说嘛 说嘛 就是呃 因为我呢 有个苹果手表嘛 然后你也知道 那个手表是每天都要充电的嘛 然后有一次呢 就是说就在七月份的时候 我那个手表 那个充电器丢了 嗯 然后我怎么找我都找不到 我真的是方便了 我整个家都找不到 然后我当时就放弃了嘛 就当时觉得怎么 怎么都找不到 就很奇怪 然后我就一直找 然后找不到 然后我就放弃掉 然后 然后呃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去买新的线去用 然后呢 减短结束 减短结束 说这么多细节干嘛呢 啊啊啊 然后前前段时间 我在这搞卫生 那条线突然间就在地上 这是什么灵异的 这我的天 这能叫灵异时间吗 这太正常了 但是这个地方 我经常搞卫生好不好 这真的就是找不到 就是你精神压力大的 就这么简单 精神压力大 最近要还房贷 还是要还这个车贷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 有车贷有房贷吗 没有没有 我家有钱啊 我有房啊 有房 房子是全款吗 全款全款 现在一个月月薪多少 一万多 一万多 在四十 嗯 呃 有有对象吗 哦 没有 哈哈哈 多大岁数啊 2626 26 什么印象 这 嗯 有没有养宠物 没有没有 我跟父母住在一起 那你跟父母住在一起 那也正常啊 是不是 这有什么灵异的呢 我的天 不就一根线吗 那有没有 能怎么样呢 但是会这样子啊 会这样子啊 会这样子 做什么工作的 嗯 自由职业者 嗯 自由职业是干什么的 你怎么挣这个钱 嗯 就是平时 因为我平时有帮呃 客户拍酒店 然后卖酒店 然后赚了佣金嘛 就是呃 差不多一万多块钱 嗯 嗯 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呃 就是 卖这个酒店的房间呗 说白了 对对对 哦 几星期有酒店啊 嗯 都有 都有 一般度假酒店 你不是来我 直播现在打广告的吧 没有 没有打广告 是你问我的好不好 我都不想说 你还问问问 我就说灵异事件啊 不灵异啊 嗯 哎 好吧好吧 因为我也挺意外的 我还没想好问题 你把我给连上了 嗯 我只能分享 嗯 没想说的啊 那我先下来吧 前程自己 嗯 好下一个啊 这个吧 哎 你好 请讲 哎 说话 哎 能听见吗 哎 讲嘛 讲嘛 说嘛 嗯 我要口打你 哎 你直接表达观点就行了 你还给我搁这 还还预热啊 你是汉奸 护山坊 哎呀 你是不是又是一个串的 我这不年最怎么来这么多串的呢 你是不是就是 你你拍这个新西兰这个购买力视频 你是是想内涵什么吗 你是不是想想内涵我们 你听我讲啊 哥们你听我讲 就你这种开头 先骂我汉奸 然后说我拍购买力 有问题 我都听吐了最近这段时间 我真的我已经分不清 你到底是真心这么想骂我 还是说故意装的 我已经分不清了 已经 我我是真心想骂你 你是真心的是吧 对 因为我从小就是怎么说 这个就受的这个教育 就不允许我看到你这么嚣张 我必须要讨伐你 但是我怎么越听越想穿呢 我已经分不清是穿还是真骂了 你要是真骂我 我说实话啊 当然不能骂人啊 我如果说 这就是证明你这个人的心理 已经扭曲了 护尘峰 你已经听不出来 好话还是坏话了 因为你已经被这个西方 这些虚假的东西 已经彻底洗脑了 你知道吗 护尘峰 所以说你已经听不出来 这个真实的话语了 那你的IP为什么在日本呢 我的IP 我是这个 在日本这个怎么说呢 负责观察 为将来我们这个 大汉民族做准备 你好家伙 懂吗 你别说敏感的啊 别说敏感的 你行了 这个为我们这个 你不是真心想骂我 你行了下去吧 你不是真心想骂我 你要真心想骂我 你就 你这是没意思 知道吧 就是你说的太无聊了 我就我 我每一 我每天就听到 就是说跟你说 我要我要打假你 护尘峰 因为我去过这个新西兰 它并没有你拍的那么好 新西兰很多这个汽车呀 你去了你应该看到 很多车都那什么了 你稍等啊 你等一下啊 你说 我首先呢 我们是 这个 各个民族都是 一家人啊 好 你接着说嘛 对 所以说我要抠打你嘛 因为你这个西兰 你发的这个东西是 呃 是不全面的 你只发了这个 这些 呃 对这个国家不满的人 想看到的这个 这一面啊 真正的这个 他们这些 艰苦生活 你是一点也没拍呀 你凭什么定义别人 什么对国家不满 咱们每一个人都很满意啊 都很开心啊 你怎么又动不动 又定义别人呢 呃 因为你拍这个东西 就很难不让人去 去往那么 那个方面想 我现在很怀疑 你是一个日本人呢 为什么说我是个日本人 因为你IP在日本呢 你动不动 现在就给别人扣帽子 说什么对国家不满 你这是要干什么啊你 不是 我的IP在日本 我们现在这么团结 这么友好 你是要往我身上 你现在你搁这儿 搁这儿拱火是吧 我现在怀疑你是日本人 你现在搁这儿拱火 你什么意思要说说 我就叫投打 你是不是日本人 你是不是日本人 我不是日本人 我现在怀疑你是什么日本 什么日本什么叫 那个电视剧里面讲 叫特高科是吧 我现在高度怀疑 你证明一下吧 你证明一下你是 你是我们这儿的 你等 等一下啊 我现在马上给你证明啊 你证明一下 对 我现在高度怀疑你是日本人 我怀疑你证日元 不是 你想让我怎么证明呢 你证明你最起码 你有护照吗 我们这儿护照你有吗 当然有了 你这个护照 这个什么时候到期 我就问你 你这个护照是什么时候到期 护照 10年左右吧应该是 你去日本是以什么样的签证 待在日本的 留学 你多大岁 我听你这口气 四五十啊 怎么还留学 我没有四五十 我这个二十二十六岁 二十六岁 那你现在可能干什么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日本观察你们这些 你们都记在这个清单上回去好挨个清算 你刚你刚才卡了你刚才说啥什么 呃我在日本主要是负责给你们这些人这个拉清单 收集你们这个证据 然后呢 然后这个就是制止你们这种行为呀 这我这收集 这是你制止你这制止你这种恶意这个怎么说呢 崇洋媚外的这种这种行为呀 护照后你不觉得你有点太崇洋媚外了吗 举个例子呗 我怎么崇洋媚外举个例子呗 因为你看我们这个你首先你对这个简中互联网意向就很大 你这个简中互联网就就充满了不屑啊 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鄙视 你知道不这个大家都是有心的 大家都是能能感受到 你就特别鄙视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怎么说 我们这些传统文化的这种呃 拥护者你就特别鄙视我们啊 然后一说到这个苹果手机 一说到这个呃 西方的这些好东西 你就那个笑容都控制不住了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你别给你唇跟着串的啊唇跟着串啊 生活愉快啊 下一个 下一个啊 我看下个连谁啊 别急啊 我看下一个连谁啊 这个吧 嗯你好 请讲 请讲 说话 哎 居然居然是我 我第一次来直播间啊 这个 我以前只看过这个主播的一些简单的切片啊 好像这个就是以聊天为主是吧 是那个 是只聊什么 那那种什么民生话题 还是什么都能聊啊 你有什么观点 那个 没有任何观点就再见啊 我一问有什么观点 人都 人都直接 这不不讲话 观点就就下去啊 你好 请直接表达观点 胡春风 我先说结论 你这个人认知极底 哎呀 怎么又是这个人呢 我怎么直播间 被这几个人给霸占了吗 怎么 我感觉这个嗓音都是一样的 你有观点 说观点 怎么都是这几个人呢 我的妈 我都受不了了 我直播间怎么 只有这几个人吗 连卖这几十个人 都是这几个人的小号吗 怎么全身 就是一样的嗓音呢 不是 我第一次连你 你认知极底 你这不可能啊 你这不可能第一次连我啊 我都对你这种声音 我都有印象的 你你别 你别承担 嗓音都是一样的 你 我第一次连你 你别在这说 你不可能第一次连我 我就是第一次 下一个啊 哎 稍等啊 读一下SC啊 稍等一下啊 家菜 家菜总说 你吃个 我要大家 打假你的韩国购买利益 啊 我要打假你的韩国购买利益 嗯 怎么打假 呃 根据韩国劳工部的一个像报告呢 就是在韩国 2023年有接近300万劳动工人 就是达不到ZD工资水平 这个你怎么看 占二三十吧 那什么 你再说一遍 就是在根据韩国劳动部的报告 在韩国2023年 有接近300万人的这个底层人民 达不到ZD工资的标准 然后占这个百分之二三十吧 你怎么看 哦 这个我不知道哎 你这个消息来源是哪里啊 你去搜一下就有韩国的那个劳动报告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看到的 短视频网站上 短视频网站上 所以说你的消息来源是短视频 百度我也去查识过 不是你查了没有 谁主张谁举证啊 我刚才跟你说数据了呀 你这个消息来源是哪里的 百度也可以说短视频吧 那你从短视频 你就刷抖音看到的呗 你还短视频 那人家抖音不比你权威啊 抖音不比你权威啊 就刷抖音看到的呗 是不是吗 先刷了抖音看到了 后来又去百度证实了 证实了消息来源是哪里啊 我我想想 是韩国的一个 没有消息来源 你就刷了 韩国的一个 你去搜 你去搜 谁主张谁举证啊 谁主张谁举证 你去搜一下那个就有 那你搜呗 我搜到了呀 我搜到了呀 你搜到消息来源是什么呢 我给你看看 你不没搜吗 我不是跟你说 我去百度搜了吗 你百度搜消息来源知道 我发现很多人就听不懂 消息来源是什么意思 韩国劳动部 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韩国劳动部 你的消息来源是韩国劳动部 不让吗 那最权威了 人家韩国的国家机构啊 对不对 哥们 你听我讲啊 消息来源指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也可以是转载的 但是转载这个人 必须是权威媒体 那他都上百度了 那必须是权威媒体 那不权威百度 能让他上吗 这是起义啊 第二点 魏泽西查的也是百度 魏泽西查的也是百度 你不用 首先这样啊 我给你 你听不懂什么叫消息来源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不用 你看我还听不懂 你听不懂 对你听不懂什么叫消息来源 我给你解释 你说 消息来源呢 可以是转载 也可以是官方的直接消息 但是一般来讲啊 是以转载为主 那么转载的也没问题 但是你要看转载的这个 转载的这个账号 是谁的 是不是权威媒体的 是权威媒体的 那么转载那种 可信度很高 如果不是权威媒体的 仅仅是一个某个人的 一个短视频账号 然后说韩国劳动部 说什么什么什么 那这个大概率都是不可信的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个叫消息来源 行行行 那第二点 就是你拍那个 别别别 先把韩国这个事说了 你这个消息来源是哪里 行行 先看下吧 你其实没看过嘛 澎派新闻 澎派新闻是吧 对 你把这个新闻你读一下来 几月几号 几几年几月几号吗 根据这个新闻发布的时间 是24年的6月20号 然后他那个记载的是 2023年的那个韩国 然后呢 他记载了什么 就是2023年 据韩国全员媒体调查 韩国有大概 20%到30%的家庭 月收入 不就是 就是那个收入吗 不达不到 原文是什么 读原文 不要给我节选 读原文 读原文 好好好 据韩国全员媒体报道 在2023年 韩国劳动部的调查下 有差有20到30的韩国 20%到30%的韩国家庭 一个月的 20%到30%什么意思 就20% 30%日语的说法 OK 达不到这个最低工资标准 这个你怎么 然后呢 读完了 读完读新闻不会吗 你是先编的吗 我先编什么 查出来怎么办 这 等说你还没查出来 查出来怎么办 我问你 胡志峰 查出来怎么办 等说还没查出来 你编的 不是 我说你查出来怎么办 你查出来怎么办 你读啊 他原文他主要就是 后面的这废话 没有用的 你读原文的 就把原文读出来 不是 我刚才跟你说的 那个是主要的 你知道吧 你读了我事了 你读啊都是 限编的 我限编的我死 真不是限编的 你读啊那你倒是读啊 你急人呐你读啊 他主要就这么些 你读读 你倒是读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个是我在一个评论区 底下看到的 他他节选的 那个就这么多 也就是说你 压根都没 连百度都没百度 对不对吗 但是你可以去搜啊 这是真的 你呀 是 互联网的受害者 我 我六岁就玩互联网 哥们 我怎么就是互联网的受害者 你玩到六十岁 你也是老年受害者 你就你小的时候是 这个青少年受害者 你中年的是中年受害者 你玩到老年受害者 那韩国人都吃不起白菜了 你不知道吗 韩国人都吃不起白菜了 那白菜都涨价了 然后呢 那你泡菜那是韩国人的 第一大饮食 他那都吃不起白菜了 你怎么看呀 对不对 听谁说的 啊 听谁说的 我新闻都有啊 你没看过吗 你微博不还发了吗 你微博不还发了吗 学习来源 我就我们这边的几个短视频号码 那都有吗 都介绍这个怎么什么情况 包括我也问了呀 我也问了我在韩国的人 你问哪个在韩国的人了 来来来 你问哪个在韩国的人了 韩国的留学生嘛 你问了韩国的留学生 对 你认识 我咋不认识啊 你在哪问的 评论区吗 还评论区 微信上 贴吧 还是铁血军事网啊 确计是微信 韩国人用line-in 明白吧 那你跟他怎么认识他 我从那留学机构认识的呗 你要去韩国留学 我去日本留学 那你问这个留学生 你是怎么问的 用微信问的呗 我知道 你问的问题是什么 听说这个最近韩国 不是吃不起白菜了吗 就涨价了 问问他是不是真实了 他说是 确实涨价了 就是他的原话是什么 他的原话 就是涨价了 确实是涨价了 但是往年也都有 是这样 你挺坏的 但是确实就是涨价 这是不是是坏的 你挺坏的 这是不是是 你看如果我不问你原话是什么 你就不会把这段原话给说出来 人家切身在韩国生活的 你还不信这个 你就会按照自己的解读方式来进行解读 就你挺坏的 我跟你讲 韩国还没有北韩好的 就这个事来看 你挺坏的 哥们 不是我挺坏的 是人家在韩国生活 就人家这段原话都出来了 你一个没有在韩国生活的过程 人家原话怎么说的 刚才你也讲了 那这不是就是涨价了吗 我们这边怎么没涨价对不对 我们怎么没涨价 你跟谁生活在一起 我跟我父母现在 你母亲现在在哪里 我母亲在客厅里 来去找你母亲把手机给他 就你坐旁边 你坐旁边 妈 我们这边白菜涨价了吗 我们这边白菜涨价了吗 你去他旁边 去他旁边 不是 我妈挺讨厌你 她过去见你要骂你 你这样我来问 我来问 不行不行 态度很好 你放心 妈 阿姨 那个护城松要跟你连麦 你连不连 就这个 你好阿姨 她给你连麦 你连不连 她叫我阿姨 我才37岁 我妈才37岁 你好 那我怎么称呼呢 你好 这个 我除了阿姨 这应该怎么称呼呢 我才37岁 你叫我阿姨吗 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多大 我感觉咱俩差不多大 我 我26 26 26 你多叫我姐 你能叫我姐 你好姐 你好姐 你先坐 你先坐 这个 不着急啊 咱俩慢慢聊 你这个 平时家里面都是你做饭吗 我偶尔做 偶尔做 最近一次买菜是什么时候 前天吧 前天 买的什么菜呀 买的茄子 茄子 还有呢 西红柿 我们家 因为我们是青岛的 就是吃海鲜为主 不怎么买菜 茄子和西红柿 西红柿多少钱一斤 反正是四块吧 四块一斤 茄子呢 也差不多这个价 因为我买菜 有一个习惯 我不怎么问价 那你应该记错了 西红柿 最近不可能是四块一斤的 或者说 大概率不可能 大概率是不可能的 你家庭体验挺好啊 你平时吃海鲜为主 您是做什么的 我做生意呢 什么生意呢 我开 我做服装的 具体服装 就是什么服装 做童装和女装 那您先生是做什么的 我先生上班 上什么班 上什么班 我要告诉你嘛 那就是我们简单聊聊 随便聊聊 会计 会计 好 这个是您小孩是吧 对 他多大岁数啊 他不要收 你这样啊 我建议你啊 把他手机给收了 因为现在这个 你有病啊 我已经严重了 我建议你把他手机给收了 或者说呢 你可以买一个 这个给他买个苹果手机 然后开启家长模式 这个家长模式呢 可以针对不同的软件 锁定用户用的时长 因为这个短视频 已经可以说 害了他了 现在 我也感觉 因为他老看你的 我也都使不了 我教你 他现在用的是什么手机啊 他自己买的 有国产的 他有苹果手机也不用 对 你这样 你把他这个手机 国产手机给收了 然后用苹果 苹果那边呢 然后你开启家长模式 他用什么软件 他这个是锁定的 就只能用这么长时间 你干啥呀 知道吧 这个叫家长模式 阿姨 姐 你俩这么坏呢 我好心好意给你上麦 你怎么这么说我 因为现在这个短视频 已经害了他了 不是说影响了 人家说的不是事实吗 他不比你权威啊 已经害了 这有什么证据 孩子 孩子还小 这个 怎么讲呢 现在我觉得 就及时矫正一下 还能 这个怎么讲呢 嗯 还能走正路 你如果 当然我说话比较直啊 姐 你别在意啊 就是这个 如果说这孩子 这个长期沉迷于 这个短视频 那这后面 我都不敢想啊 这天天 我都不知道 跟网上看的是什么 正常的刷视频呗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你请你挤出实力 来散播我 而不是 顾格又而言 他说些没有 你觉得我说 我说的 这个提议好不好 姐 我妈吃饭了 你妈不在旁边啊 对 嗯 行吧 好 再见吧 你手机快没了 藏好吧 你怎么这么坏 你才是最坏的 你才是最坏的 河神风 来读一下子 路由仔路由总说 前几天有个韩国的说 白菜免费 是这样的 路由总 这个有个在韩国 十年的一个老哥 他现在也在韩国 人家在韩国 合法的上班 他讲的啊 在韩国去饭店吃饭 泡菜 这都是免费的 他在那十年了 还没听说过泡菜 就是去饭店吃饭 那个免费泡菜收费的 还没听说过呢 就说是从侧面印证了 就韩国这个泡菜价格 确实它会有涨跌 农产品嘛 都正常 但是会处在一个正常值之内 因为如果说太贵的话 他饭店就不会提供免费的泡菜了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嘛 云山独行侠说 户子啊 这个人之前绝对联过 连嗓音都一样 真同情你绝了 要感谢我独行侠总啊 感谢啊 感谢 好 再读NC啊 WUW总说 阿姨啊 差八岁以内才能喊解 您儿子多大了 他要 他要22 他要22的啊 这个好 感谢这个WU总啊 感谢啊 感谢WU总啊 所以我觉得喊阿姨 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吧 好 下一个啊 我看下一个连谁啊 别急 嗯 这个吧 你好 请讲 喜欢吃鲨鱼 请讲 喂 说 听得到吗 讲嘛 胡子 我跟你说 我的观点 我直接表达 你就是一个 极其双标 然后在网上 就是扮演一个小丑的角色 你懂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昨天晚上 我睡觉的时候 我刷到一个你的切片 嗯 就是你那个左右互博 那切片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没看过 左边你可能讲 我根本就不了解美国 我根本就不在乎美国怎么样 嗯 右边 每一句话 你的开头都是 美国怎么怎么样 美国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你 你看过没 是是 怎么了吗 你你承不承认 你是双标准就完了 你听我讲 我看过这个切片 你那很吵 那很吵 我把游戏声音关一下 嗯 很吵啊 好了吗 嗯 直接把电脑关机 直接把电源拔了 你有病吧 我游戏开着呢 开着呢 吵 还是有杂音 好 现在没了 我刚刚把游戏声音关了 这个是纯粹的恶意剪辑 又恶意剪辑了 你听我讲 听我讲 为什么 因为每次我直播间 都会有人上麦聊美国 我说我不了解美国 然后他就硬要聊 然后他就开始说 美国的这美国的那 那你不了解 你听我讲 我是不了解美国 但是我比上麦的 要多了解那么一点 这不矛盾的 你闹麻了 你还多了解一点 你不了解就不了解 你就别说那么废话 不了解就是不了解 还多了解一点 你了解个鸡毛蛋子 你了解 这是有前后语境的 这种情况在我直播间经常发生 就是一个人上麦就要聊美国 如果我不关心美国 我也不想聊美国 我懂了 好 你这个 这个咱就下一个话 听我讲完 你别急 我理解了 我理解了 你不用解释了 我理解 他偏要讲 偏要讲的 他讲的呢 这个我比他 我只是比上麦的 要多了解一点 认可了 我认可你了 这个是不是事实 咱们是不是两千多个人呢 都在 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你 你讲企业的 你解释一下 他又野人的哥们儿 简呢 就是比养地和 能不善权的 你又不在乎人家企业讲什么 你又跟那讲能不善权 具体的内容 我也记不得了 你解释一下 好 这个切片我也看过 就是说一边我是说 买东西要看 一个企业的价值观 另一个呢 说买东西只需要看产品力就行了 确实 这个还是那句话 我直播的时长很长 要有前后语境的 就是买产品 既要看企业的价值观 也要看企业的产品力 这并不矛盾 一点都不矛盾 你不矛盾 你就是 你就是在针对某一些品牌的时候 没有没有 我给你再举个例子 最近的事 最近的事 菊花的车子 那个W9 最近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人去试驾 那个 这个去试驾 具体情节 我可能描述的有出路 防止菊花给我寄律师函 然后那个销售啊 演示那个菊花的那个车子 说什么 可以叫什么什么 智驾什么玩意的 双手啊 没有扶那个方线盘 这个车子最后撞上了一辆公交车 导致 就是试试试驾的那个 那个人 叫 应该是脖子骨折了 你想说什么 直接表完你的观点 别急 直接表你的观点 废话太多了 我过了啊 别急 你废话太多了 你让人家把话讲完 你废话太多了 你我再说这个事 你不打断 我就说完了 导致这个试试驾人脖子骨折了 那后来发生什么了呢 后来这个人发短视频了 再后来发生什么 号没了 你们可以去斗崖上搜 你想 你想表达什么 你想表达什么 现在去斗崖上搜 看有没有这个事 我不玩抖音 你就跟我说你想表达什么 别急 别急 稍等别急 那么我想讲的是什么 就是有人问 菊花W9这个车子怎么样 我说实话 确实这个车子里面很舒服 我因为我真的去坐过 确实也很豪华 对吧 确实这个很有氛围感 但是你说 以我个人为例 我会买吗 我不会买 不是我要给你多少次机会 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 因为我不认同菊花的价值观 不是我没懂 我没懂你什么鸡毛意思 所以说我想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买一个东西 你说的这个 你说的这个 它是有前后联系的 很可能那哥们 他试驾制驾 他一不小心操作 自己操作了 接管了 他就退出支架了 那他个人操作云 不是他是 你看我说的 我说的还是比较严谨的 他是事成事价 事成事价 事成怎么了 事成驾驶员也是人 驾驶员也会出 个人操作上失误 很正常 你了解了吗 你了解了没有 那人家号怎么没了 号没了 他说的不是事实 那你是法官 我不是法官 你证明他 请举证 你是法官啊 你证明给我看 我现在就要看到 去搜 你去搜 你证明他说的 就是因为车子原因造成 他受伤 你现在去搜 搜不搜到 搜不搜到 搜不搜到啊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事成事价过汽车 我事成事价过 但是 事成事价 第一 就是说 我们事成事价 是先事成啊 还是先事价 先事成啊 那不就得了吗 不是 这架车子第一步是先坐 人家会 这个他的那个销售人员会先给你演示怎么开 我知道啊 销售那天脑子抽筋了 他一不小心退出了那个支架支架这功能哈 然后就撞车了呗 然后那哥们他受伤了 那是谁的问题啊 不是 是销售个人的问题 代表这个企业吗 跟这个企业没关系 我在这公司上班 我今天一不小心 跟企业没关系 我在这公司上班 我今天一不小心 搞了个失误 我靠这公司 恨不得你得把人家公司他妈产平了 你落麻了 你搁这 跟企业没关系 跟企业有关系 但不是你说的那种所谓的价值观的关系 你是真厉害 你是真厉害 我想问一下 你是菊花股东吗 我 你说的你说的这批话 我都听不懂 你是不是菊花股东吗 我不是 跟我是不是菊花股东 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你应该是有菊花的股份 我 对吧 因为这件事情 我不是 你可能都不知道 这件事情 这么武断的 就下出判断 我没判断啊 我让你举 我让你把证明拿出来 你什么都没给我看 你让我去抖音搜 我为什么要搜 又不是我说的 不是你搜的吗 冷静 你听我讲 我没急啊 你把东西拿给我 我没有做出判断 你怎么没做出判断呢 没有说 你已经受这个事情影响了 你不是说这个事情菊花的处理方式 让你不认可它吗 这件事情之中 这个事我给你们描述的 也是我所知道的 在这个事情当中 我也没有说是菊花的错 或者说是事成事价人的错 我没有下结论 我没有下结论 但是我说了一个什么 我就是我不认同它的价值观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成事价的人的号没了 对吧 对与错是由法院来评判的 不是 号没了 对不对 为什么人家号没了呢 号没了 那我就考考你了 估计是菊花直接降维打击 把他号整没了 有没有可能是抖音风的 那这个我不清楚 我也不清楚啊 你就想 你看 你也不清楚 我也不清楚 大伙都不清楚 你搁这不认可上了 但是如果我大骂特斯拉 应该不会号没有 这个地球得不到你的认可 估计是生存不下 不能存在了 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 这个宇宙它需要你的认可 不敢回答我 我骂特斯拉 我的号会没有吗 我不知道 你试一下 因为我从来不在网上发这些什么所谓维权的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也不想攻击别人 我也不想攻击某个企业 你爱攻击谁 你去尝试呗 你试一下呗 你稍等啊 怎么维权就变成攻击了 不是 我没说攻击 不是你说的攻击吗 你说大骂特斯拉呀 我又没大骂 又不是我说大骂 你闹麻了 你别偷偷偷玩概念啊 我听着呢 如果我大骂特斯拉 我的号会没吗 我不知道啊 你试一下呀 嗯 好 我可以告诉你不会的 你为什么又这么武断的下了判断呢 你是法官 或者你是法官 OK 嗯 那是这样啊 你应该是第一天在网上冲浪 我现在高度怀疑你第一天在网上冲浪 我笑了 我冲浪的时候 你不知道在哪撒尿 我玩泥巴呢 那我觉得就挺奇怪的 那就是说你的这个冲浪的这个这个经历啊 那确实是不丰富 不丰富 你又是法官了 我最喜欢听你就是双标的时候 就是你说别人是法官 回头转过来自己就当法官了 那我只是说我觉得你不丰富啊 对吧 因为我觉得你第一天冲浪啊 嗯 举个例子 你说个梗 我看我知不知道 嗯 如果举不出来什么例子 那你又 你又不能暴杀我 你搁这 暴杀你啥 你聊的事实性问题啊 你面对一个事实性问题 你都搁这否认 我能说什么呢 他号没了 他号没了 一个维权视频号没了 我说实话 这种被封号啊 什么社区被禁言呢 那还很多的呀 好 别说敏感的 我没说 我没说 我我们论坛 是事实性的问题 然后你给我装傻成愣 那没法 谁装傻了 对吧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我大妈特斯拉 我的号会不会没有 你不敢回答 然后 我不知道 我回答了 我说我不知道 嗯 好好 你不知道 我 我不会说你在撒谎 不知道那挺好的嘛 那我 然后我就得出一个结论 这是我个人得出的 我就 我就怀疑你是第一天冲浪 就这么简单嘛 你 我都不知道 你怀疑我第一天冲浪的依据是什么 就是说 骂了特斯拉 号肯定不会被封 骂某些 骂某为 某 某 BYD 然后号就会没 那我没这么说 我可没这么说啊 这是你说的 我 我不知道这个能代表什么 什么冲浪丰富不丰富的 好好好 其实 没事 嗯 哎 说实话 我的还有个观点就是 其实 哎 你真的是华中取冲的小丑 嗯 怎么华中取冲呢 其实 呃 你自己有些观点哈 我不知道你 你自己觉不觉得你 并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观点 你只是在网上扮演这个小丑角色 嗯 可能下播的时候 你一个人的时候不知道 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想没想过 自己是不是抽象入脑了 你到底真实 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你能不能把它掰回来 把它纠正回来 嗯 嗯 不是我只我只我只是怀疑 我只是猜测哈 那我哪个观点 你认为这个我说的不对呀 具体的你我说实话哈 下播了夜深人静了 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 那你举一个例子呗 你认为我的观点一天 我举啥例子啊 我就怀疑你是第一天上午通 我举啥例子 在笑啥 我都说你在笑什么 你觉得我的观点一天 那什么观点一天了 怎么不对了 我刚刚都说那么多了 你你总是在那双标 然后呢 哪里双标了 举个例子嘛 搞一些引导性的语言 你看 比如呢 话说回来 你总是给你 那天我看你直播哈 你叫人家不要加那么多的定语 就是那什么猫会不会攻击人 行 不要加什么定语啊 就说猫不会主动攻击人 到你这呢 一个事情你就永远说 我是有前置条件了 是有情境的 别人有情 不要复盘 不要复盘 当时有当时的聊天的语境 你就以你 哪个观点不认同我 咱们俩来聊 不用跟着复盘 复盘 那我跟别人连迈一个多小时 你复什么盘呢 我没复盘呢 你不是叫我举例吗 你不认同我吗 不就得了吗 那天 那天是看那个 南游那哥们 人家跟你讲的 讲的高铁 高铁私有话那事啊 你有什么观点 就说你的就能又给这复盘 我连连连了几百个人 一个人半个小时到一个多小时 你复什么盘吗 你就说你的观点 哪里不认同我 咱们俩聊一聊 不就完事了吗 不是我 问题是我说你双标的时候呢 你又用双标的方式 在那变 在那诡辩 我就 我就不想跟你变了 知道吧 你具体举个例子 我什么观点上双标了 我发现你说的话都是空的 就说了很多 跟没说是一样的 哎 好了好了 不不 我不 他没什么要说的了 你听我说 无法去任何一个详实的例子 没有 我就 不是不是 你听我说 总是大而犯的 大而犯 空的 你这无法就一个事情来聊 该说的我都说过了 不是哥们 你问一下弹幕上你说了什么 什么都没说 就 你上麦十四分钟了 就跟没说是一样的 是吗 你 你给别人下那个叫什么 你给别人定性的时候 就跟发颠了一样 轮到我说到你 轮到我说到你的时候 你自己 你自己是怎么诡辩的 你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嘛 咱们能不说车骨路话吗 哦 你你凭什么就认为我是第一天网上冲浪 说话 凭什么 我认为你是第一天网上冲浪啊 嗯 你不是法官吗 你不是 因为说某些企业 法庭还没审判我呢 我来跟你讲 因为说某些企业 比如说菊花 比如说北欧车企避养地 真的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法律风险 这个 哪儿呢 然后呢 我跟你刚才跟你聊到这个话题 然后我说这个 你天天搁这儿黑 你也没受到律师函呢 我比较谨慎嘛 你比较谨慎 人家法务没抓到你漏洞是吧 那我比较谨慎的 那这个你看 就是我不希望咱们就客观事实来隔这儿 就变来变去的 那明显啊 比如说说这个菊花说 比仰地这个北欧车企 有很大的法律风险的 但是如果你去说特斯拉 法律风险就几乎是为零 他都不管你的 这个是不是事实吗 有段时间有多 有两年左右了 这个是不是事实 你这样 我说这个是不是事实 而怎么到你嘴里又成事实了 你的结论是从哪得来的 是哪个全文网站得来的 就我刚才说这个你不认可 是吧 确实 好 那我觉得没法聊了 因为就客观事实 你都不承认 那哪有啊 不是哪有客观事实 你找给我 上个哥们说两句 你就让人家找 他说没找到 我现在让你找 你也没找给我呀 你找个弟子 你随便搜个新闻给我呀 没有 没有那怎么成事实了呢 那就没有你就说 那就是就不是事实 行不行吗 那你 那你又说 那你的话 那你 你看 又双标开始了 行不行吗 不是事实 为什么你刚刚说是事实 我说错了行不行 我说错了吗 好不好吗 那你就是双标 对吧 就是这么简单 装傻通常没法聊的 没有办法聊 不是 你都装傻通常了 我聊什么 我用上一个人 你对人家的标准来要求你 你就跟我说 我装傻 那你不是也在装傻 你不是也是在双标 我现在问你啊 我如果电脑屏幕来展示 比如说 北欧车企避养地 起诉了谁谁 来我展 我能展示这个 这个这个界面吗 你展示一下 他会不会被封吗 会不会被激励 你看你看 你听听你说的话 但是如果我的电脑界面来展示 比如说韩国这个 白菜有没有涨价 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不是 他说 他说你啊 白菜涨价 白菜涨价 怎么又跟车企维权 这个 又扯上关系了呢 你心里面是相当有数的 我有啥数啊 这两个事是一个事吗 你把那个 你不是说那个 你刚刚自己说哈 就是大 你心里是相当有数的 你刚刚 你刚刚说 就是特斯拉维权视频 不会被那个 你电脑展示一下呗 你这是事实 而且你非常的肯定 你先展示一下 给我看 我看你明天会不会被激励失禅 号会不会被封 你啊 你是非常有数的 你心里 不是 你回答我问题 别滚刀 又滚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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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我滚刀 我就滚刀嘛 我不跟你抬杠 你抬什么杠啊 我不跟你抬杠啊 你就是到这种时候 关键时候 以笔直到 还施笔生的时候 你就是滚刀 装啥 复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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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经典复读机来了 你是为展示 避养地的没问题 那这样 咱们视频PK 你展示 你展示避养地 我展示特斯拉 没问题吧 我为什么要展示 别不敢 我不是不敢 我不是不敢 咱们现在视频PK 我挂了你 我跟你视频PK 你展示避养地 菊花的 我展示特斯拉和苹果的 来不来 我为什么要跟你来 来来来 别别别别 我又不吃 我又不吃自媒体这碗饭呢 我为什么要跟你 我幼儿言他 来你展示避养地的 我展示特斯拉的 咱们立刻展示 看看律师函发给谁 来 咱们别怂 不是怂不怂 不是怂 咱们现在直接视频连麦 你先听我说 视频连麦 来咱们直接视频连麦 我展示 你先听我说话 咱们直接来 你先听我说话 你不要 你不要说 一直重复 开始故族而言 他转移话题了 现在开始转移话题 你又不让我说话 我转移什么话题 我现在不讲话 说 第一个呢 我不方便在网上 抛头露面 经营这种 懂了吧 就是这么简单 展示电脑屏幕 不展示你的面容 OK OK 来 来是吧 来 来 好 你多久开 开播 这个怎么开直播 怎么开直播 很简单 你退出我的直播间 然后点中间有个加号 点一下 开启直播就可以了 然后 我要先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 把摄像头调成后置了 你是年轻人 你网上冲浪这么十几年了 你自己说的 你不可能连直播都不会开的 我为什么要开直播 我只是往上冲浪 你懂不懂 我往上冲浪 这个很简单 你放心 只有几步 非常简单的 要实名吗 要实名的 你稍等一下 不实名怎么能行呢 对不对 OK 你要等多久 很简单的 不是 我你现在 我用手机搞吧 我是平板跟你连的 我手机同步 我现在手机同步搞 好吧 我手机同步 可以没问题 对我展示特斯拉 你展示 这个北欧车企 毕昂丽 哎呦我我靠 我一打开 你这粉丝真的是臭屎 那你你别攻击人 你粉丝在攻击我了 别攻击人 我还没注意 我没有粉丝 你这粉丝 都是网友 谁攻击你 你报相关部门 你这个你这个拥护者 开始有人声攻击了 谁攻击你 你报相关部门 你让谁去采访 没事 一会儿咱们 一会儿咱们那个连 连外卖 我再一个个举报他们 可以可以 你举报是你的自由 你得多久 我得等你多久 我我顶了 开始直播 我等一下 他再加载 嗯好 我等你啊 哎 他 我之前还开过直播啊 嗯 你想好 你想好啊 嗯 你自己承担自己的法律责任啊 我必须要事先声明 咱们彼此都是自己承担 自己的法律责任 嗯 嗯 等一下 嗯 咱们 就是你展示是你的法律责任啊 跟我没有关系 是你自愿主动展示的 跟我没有关系啊 我是展示我的 你展示你的 哎 这个手机怎么开上头啊 嗯 不是点 开直播非常简单的 你点一下下面这个加号 然后呢下面有个小字开直播一点 然后开起直播就行了 我开了 但是他没有那个摄像头 只有我手机的那个隐私模式 隐私模式 你什么手机啊 华为啊 那我就不清楚 菊花是怎么回事了 你要是苹果 我还知道怎么回事 你菊花我就不清楚 别叫了 苹果我也用过 我早丢给我妈用了 难用 要死 我们不展开聊啊 这个苹果手机这个不展开聊啊 就你用过苹果一样 天天搁这 黑这个黑那个 来对面展示属于 他个人意愿 跟我没有关系啊 跟我没有关系 好 这个摄像头在哪啊 我直播其实已经开了 打不开摄像头 你连摄像头都打不开 哎呀来 我教你啊 来点你直播的右下角 右下角 你看一下右下角怎么有 有个全部吗 摄像头 你开不开吗 是不是你那个菊花那个系统 那个什么摄像头 全线没有啊 没给他开啊 是不是 经常用B站扫 扫码 那怎么回事呢 你是不是给自己台阶下 不是 我直播间都开了 你不信你自己来看 那摄像头 这怎么办呢 我又不清楚 没用过菊 我用过菊花手机啊 很多年之前的 现在 看一下全线 看没开 不是你哥们 你这得多久吗 已经开了直播了 你把手机抬起来 是不是你放 放桌子上是黑的 没有 我拿手里对电脑 对电脑了 那这怎么回事呢 这是 电脑都开着的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关了再开一下 你关了再开一下试试啊 你关了再开啊 我再等你最多一分钟啊 最多一分钟 你这浪费时间呢 纯纯的 哦 选错了 他说他这个是选的录品 好 快点啊 快点快点 咱们这直播间 这三千个人都跟着等着呢 大家 点着呢 光什么 哦 这是游戏直播啊 怎么开别的直播 不是 哥们 你就一个手机 你开直播咋这么多事呢 我 你就 你点开就播了 哦 哦 我选错了 选错了 选到游戏直播上去了 只嫌疏我手机 我说那你就赶紧选到正常直播呗 快点呗 不是 你能不磨蹭吗 等一下 等一下 哎 这摄像头怎么反转啊 我靠 你反转来点右下角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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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了 好了 已经已经开了是吧 呀 感谢我 BD130总的这什么礼物 这是红叶大盗 感谢BD130总的红叶大盗 感谢 感谢 太感谢了 130总 太感谢了 开了是吧 开了开了开了 哦 好 来 这个我 给你挂了 然后视频连线你 好不好 OK OK 喜欢吃鲨鱼辣椒好 来 给你挂了啊 嗯 来 我现在连他啊 喜欢吃鲨鱼辣椒 好 啊 我已经申请给他点 那你先 你先找到 找到之后 我把画面给你打开 那你先找吧 你先找啊 你为什么 同时啊 平常我先呢 我不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你听我讲 为什么 咱们直接展示这个画面 因为这个你搜索的途中 比如说会有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垃圾广告之类的 我怕这个违规 我怕违规 对会有 因为他这个流远器 会有一些什么 嗯 行 你你找 我现在我也找啊 咱们要找的内容是什么啊 咱们要找内容是什么 内容是 不是我一觉得吗 就是车企的名字 加起诉 啊 车企的名字 加起诉 来 咱们先找一下啊 来 起诉 对 车企名字 起诉啊 好 好 找到没有 然后呢 嗯 你现在找到了没有吗 找到了 就几个字不打完了吗 哦 几个字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看一下你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你怎么黑屏了 看什么 怎么黑屏了 你准备好了 哦 行 咱们俩一块是吧 哦 一块啊 行 没毛病啊 一块好 稍等啊 嗯 好 来 我现在我这有了 来 干你了啊 啊 那我有了 你这手机画质也太刺了 我的妈马赛克啊 你也您是不是 不是 你这 好 你你你往下来 往下翻一翻呢 哎 我为什么要往下翻啊 我们一起往下翻吧 一起往下翻 一起往下翻 好 你往下翻 你往下翻 不是 你好 你稍等啊 然后呢 说话 好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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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怎么回事 你怎么老关呢 你怎么看一秒就关了 不是 你管我看几秒 我展示 不是 哥们 你怎么回事 玩得起呀的 你怎么看一秒就关了 我玩得起呀 不是 我展示 没展示 不是 你怎么一秒就关 你马赛克画质 你管我 你管我 不是 你得玩得起呀 你怎么看一秒就关了 你 你放着 哎 你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放着 哎 不是 咱得玩得起呀 你这好 不是 你可一秒就关了 可一秒就关了 你这干什么呢 不是 你先告诉我 你没说一直放着 你也没说 不是你这就没意思了 不是哥们 你这就没意思了 你这不是起呀 你 你只说让我展示 我展示了没有 不是 你这就没意思了 你这一秒钟 你就拿开了 你这都没看清呢 你回答我的问题 展示了没有 不是你你 咱们都是爷们啊 都是都是爷们 都是都是男性 成年人 你这就没意思了 你 你说 你有没有说 我们就一直这么看着 看到什么时候 看到什么时候 你满意了 我才能下播呀 请问 不是哥们 那你最起码 你得看一下吧 是不是 你这一秒钟 马上就拿开了 你这个交都没对齐了 就拿开了 还没对齐了 我刚刚放上去 放了那么长时间 然后呢 你要这么摆 你有眼睛吗 不是 你要这么摆 就没意思 你有眼睛没有 我摆什么了 你想看到什么 你就说 我现在就搜给你看 你想看什么 你说吧 你想看什么 这样就没意思了 咱们都是爷们 是不是 你知道 你就没意思了 这么干 就没 就真没意思了 你你只需要告诉我 你想看什么 我搜给你看 就完了呗 嗯 你能回答我吗 你想看什么 行了 行了 到这儿吧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嗯 不方便讲 在哪个城市呢 小城市 你应该没听过 那你是做什么的 不方便讲 那你开的是什么车 你猜一下 我不知道啊 开什么就开什么呗 武林红光 咱能真实一点吗 不是 我我说了 你又不信 刚刚买那武林红光 二手的 你这样吧 这样吧 咱们玩个更有意思的 一人 咱们就 就 车企起诉 咱们一人念一条 这个车企起诉的新闻 我念特斯拉的 你你念碧亚蒂的 行不行 你为什么要念 我 我可不想 我可不想 看这个上面 被这个上面 所谓的 故意抹黑啊 你看 你可别给我 你这怕什么呢 不是 你这怕什么 我们就一人念一条 这个车企的新闻嘛 我念特斯拉的 你念碧亚蒂的 我们在网上冲浪 我们在网上冲浪 我是没什么影响啊 但是你这种人 你这的乐子人 我不想多说 懂的都懂 我有影响 我为自己的言行 承担法律责任 我念特斯拉的 你念碧亚蒂的 行不行吧 我不行 为什么不行 为啥 我不想 我不管 你让我念特斯拉 我也不会念 就这么简单 东东 我念特斯拉吗 我又没让你念特斯拉 你念这个 避亚蒂或者军花 你让我念特斯拉 我也不念 你让我念任何其他的 我也不念 你不是说谨慎吗 我当然也得谨慎了 我粉丝比你多 我没粉丝啊 我不是吃互联网这口 这碗饭 你知道吧 嗯好 那你啥意思呢 那就不聊了吗 我还不知道 不是不聊 我 我就说你双标啊 你刚说我怂了 我也开了 我也展示了 是不是吗 就这么简单 你赢了 我展示没展示 你展示了 你赢了 我不需要你的认可 你赢了 我不需要你的认可 我不需要你的认可 好不好 OK 好好好 你赢了 你厉害 行了吧 我单方面对你认可 行不行 我的单方面对你认可 我 我 关键是我根本就不想得到你的认可 我只是想攻击你 就这么简单 你关键你也没攻击到我啊 你还给我提供了一段素材 这明天这个录屏 又是几百万的播放量 不存在的 就是 我还是刚刚说那句话 下了直播 夜深人静你一个的时候 想想 问问自己 嗯 好吧 你别说这样 你别建议我了 不不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 你别 你别建议我了 你 你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问问你自己吧 好不好 好 我咋了 我就是来攻击你的呀 没别的 好 就是你 我的 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叫什么 我的站位哈 我的论点就是 凡是你所支持的 我都反对 就这么简单 懂了吗 我不用想别的 你支持的就是我反对的 好吗 你在讲什么啊 哥们 你最起碰讲点逻辑 叛点道理呀 没道理呀 就是你 你认 你支持的 你认为对的 我就认为是错的 你 我觉得你非常的 不讲道理呀 你这么说吗 我 我不讲道理呀 这就是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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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二级管 你这不是探讨问题呀 你这不是追求真理呀 不是 我没想探讨 我就是说我来攻击你的 我就是反对你这个人 懂了吗 要说这么直接吗 不行吗 你攻击我干什么呢 我是一个小人物啊 你攻击我干嘛呢 我不能反对你吗 能不能 不是那 那什么观点呢 你 你为了就是 我就感觉跟小孩似的 你知道吗 你就跟那个小朋友一样 小朋友很好啊 你就特别逗 你就特别逗 你就喜欢就是 很多时候 让人陷入自证陷阱 你懂吗 就像我开播之前 你激动的那个样子 我开了 也按照你的要求做了 你依然在顾左右而言 他扯其他的 知道吧 我前面做到的 有什么用呢 在你看来 你就是继续进入下一个资政陷阱 你就是让人物在无限的资政当中 是不是 你承不承认 好了好了 我承认 行了吧 你看又来这一套 我承认的嘛 好 我承认的 不用 我不用 我不需要你口头承认 因为你心里面 怎么想的 你自己知道 你也不用给任何人说 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好 行吧 那就生活愉快吧 那还能聊啥呢 好不好 包愉快的 包愉快的 本来我刚刚打游戏 我看你直播 就是听个乐子 我就顺手点了个连麦 就连到我了 害我刚刚妈云顶老八了 行 那接着打游戏嘛 接着打嘛 当然打游戏 我也打啊 挺好的 娱乐嘛 那感谢BD130总 感谢130总 感谢 哎呀 感谢我130总 太感谢了 行 好 再见啊 生活愉快 明天那个 估计你这个切片 播放量不会低于 不会低于500万 那好 生活愉快 前程思紧啊 好 要感谢BD130总 感谢啊 感谢感谢 好 读一下SC啊 读一下SC 好 我读一下SC啊 PHO总说 小户啊 我刷了好几天SC的 什么时候连我 好的PHO总 好的 今天连啊 今天连 好的 稍等啊 呃 咕咕总说 这个呃 咕咕总说 真快听不下去了啊 这人真怂 玩不起吧 又又爱上卖 这个扎扎实实的啊 这个啊 什么什么人事啊 感谢啊 感谢咕咕总啊 感谢咕咕总啊 好 好 咱们这个接着连线啊 接着连线 要感谢我BD130总 感谢130总 感谢啊 感谢感谢 好 咱们接着连啊 接着连 嗯 看下一个连谁啊 下一个啊 这这个吧 嗯 没连上 来我把连卖关了啊 你们重新申请一下啊 来上卖的重新申请一下啊 重新申请一下 好 我看一下啊 看下一个啊 下一个 这个 呃 你好 你好 啊 你好 呃 请讲 呃 我 我那个补充一下 你之前那个 安卓税的那个事 你还记不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 你是做什么的 呃 我和那个 我和他一样 我也是程序员 然后 他那天那个 没有说清楚 这个换包这个事 然后我今天是 做一个补充说明 换包是什么意思 通俗点 我们因为不是干这个的 呃 意思就是 假如假如说那个 用户 他从浏览器去下载 这个 安卓的一个 安装包 然后 就是不同商店 不同官方商店下载 就绕过官方商店 对对对对 自己对外器下载 然后呢 对对对 然后被换包这个事 它是怎么怎么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做一个解释 安卓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嗯 首先官方它的应用商店是可以 浏览用户全部的安装包的签名 哦 就是呃 我说通俗点啊 我解释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就是说你手机上下载的软件 无论是从官官方下载的还是从第三方下载的 你你的这个官方的系统都能够知道你这个软件下载的路径 呃都可以知道我下载的包名 然后他可以替换 呃听不懂 我不我们直播间大部分人都不是干这个的 能再通俗点 但是但是是这样啊 我再简洁一点 嗯 简洁点让我们能听懂 就是应用商店里面 它是不是有一个功能是更新软件 哦 有 是的 它可以检测到我们用户安装了某些包 然后它在更新的时候给你替换成这个它的应用商店分发的包 然后这样它就有提成了 我靠 这都行 对呀 因为人家可以检测到你安装的所有的包 它的是什么名字 假如说王者荣耀 它就可以替换成它渠道分发的 这样它就有提成了 我我我举个例子啊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下 我从第三方浏览器 在安卓手机上 我从第三方浏览器下载了一个游戏 然后呢 这个游戏 它需要更新的时候呢 这个 官方的这个软件商店会偷偷的把这个游戏改成它官方的这个路径 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 我靠 我第一次知道啊 没听说过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 所以就产生了换包的这个操作 就是这样 我天哪 这个这个这个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 这真第一次知道啊 OK 然后我我我再补充另外一个事 就是那个50%抽成的那个事 那等一下 那我不更新行不行啊 你不更新的话没事 但是一般情况下应用商店会给你自动开启更新 就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就把这个给你替换掉了 而用户不知情 你接着说吗 你接着讲 这个50%抽成的事 这个事其实很早就有了 然后网易的CEO丁磊 他也官方 他自己也出来说这个事 说抽的有点太狠了 嗯 就是说 安卓那边50%抽是吧 对游戏游戏的抽成 OK 那苹果游戏抽多少啊 苹果他不是一直都说了吗 30% 而且苹果对于收入100万以下 他是有一个优惠政策的吗 嗯嗯 可以 那安卓这边有优惠政策吗 呃 暂时不知道 暂时我不知道 这个 哦 你 你是做什么的呢 具体的 呃 我做的是程序开发 不是游戏开发 但是也是 安卓相关的 OK 卖下这个叫 天影记得说 又不赚我的钱 资本之间互咬罢了 不是哥们啊 最终这个代价是消费者承担的 这怎么还有 怎么还能说出这种话呢 又不赚我的钱 资本之间互咬罢了 那手机厂商 他挣的钱是 是从哪来的 啊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说这种话 真的我都 我都不知道怎么反驳 这这种话 我的天哪 好 你接着说 呃 我没了 我就是专门 特地上来补充这个事 嗯 行 好 好 谢谢啊 谢谢谢谢 好 再见啊 哎呀 好 下一个啊 下一个 看下一个连谁 哦 对了 还有个事啊 跟大家讲一下 呃 我 10月9号啊 会在这个日本的大阪的拍视频 啊 10月10号是在日本的这个东京拍视频 啊 都是下午 啊 有没有在这个大阪或者东京 啊 这个 在这个对应的时间 啊 有时间的 这个这个当地的网友啊 啊 我这个需要摄影师啊 啊 那么要求啊 语言啊 至少是N1等级 并且在日本本土生活至少两年以上 啊 语言必须得过关 不过关 咱们没有办法去拍视频的 跟人家聊天都聊不通 你怎么拍吗 没有办法拍 所以说语言至少是N1 至少在日本本土生活两年以上 啊 另外呢 这个工资 工资的待遇是什么呢 我的工资是100元人民币每一个小时 啊 来回路上 这个也算工资 啊 按二分之一算工资啊 我把话讲清楚一点 啊 来回路上的时间啊 按二分之一算工资 参补50元人民币 路费补助30元人民币 啊 这是我的这个一个待遇啊 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如果说有在当地的网友啊 有合适的时间的啊 语言达标的 在日本本土生活两年以上的 可以私信我啊 可以私信我 有网友说我开的这个工资有点低了 呃 这个怎么讲呢 我我只能说我这个 呃 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围之内 啊 这个尽量给到一个更好的工资 啊 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 啊 也能够理解 啊 好 呃 这个有意的可以私信我啊 有意的可以私信我 来 语言一定要过关啊 语言一定要过关 好 下一个啊 下一个 哎 你好 请讲 啊 你好 胡子 嗯 说 那个就是我觉得你刚才是在和那个哥们互换寿命啊 你和他PK 他弄一个BYD的一个视频 你弄一个这个特斯拉的或者苹果的视频 喂 听得到吗 我听得到啊 听得到怎么了 就是你跟他直播视频PK 他的法律责任你也要承担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他自自我自愿的 他自愿的 这个跟我没关系啊 他自愿的 那不是啊 是你教唆的呀 他自愿展示的 怎么能是我教唆他展示的 他自愿 自己自愿展示的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 我现在跟你PK 我展示一个 黄色的视频 罢掉啊 敏感词 敏感词啊 直接挂掉啊 直接挂掉 下一个啊 下一个 必须合法合规啊 必须合法合规 你好 请讲 请讲 说话 讲 下一个啊 下一个 看下一个连谁啊 别急啊 这个吧 你好 请讲 主播你好 主播你好 说 我想问一下 这个 您干了这么多 就是探访国外生活的 有没有想过做一些 什么移民 中介啊 这种工作呀 这种工作 最近两年应该挺赚钱的吧 不做啊 我为什么要做啊 对吧 你很搞笑啊 对吧 我再跟你讲啊 移民中介在我们国内是个合法行业 对呀 我就是 在大城市太多了 这是一个合法行业啊 对呀 因为合法 所以我就想着 哎 主播你怎么不去拓展这业务啊 我不做这个行业 我为什么要做啊 我感觉很赚钱 而且 你去做呗 你感觉赚钱 你去做啊 我 我想 我想找人呐 你找人 你去招聘网站去找啊 你怎么跟诈骗分子的口吻一样啊 这么赚钱 没有 就是说 这么赚 如果你认为这个行业赚钱 你应该你自己做啊 让你七大姑 七大姑八大姨 跟着你一起做啊 对吧 你会把这个 这个消息告诉我吗 你不搞笑吗 你怎么跟诈骗似的 没有诈骗 我就是觉得 主播有这么多经验 为什么不去干这个 有点驱财啊 我有什么经验啊 你给我讲讲 这么多探访 这个实地考察 这个经验 我觉得很适合啊 这个也是个风口啊 这两年 旅游啊 我去旅游 旅游博主多了 你怎么不让他们去做啊 我才去过几个地方啊 我还没 但是我 一个手能数得过来 我感觉 我感觉已经比国内很多人去地方都多了 了解都已经很现实了 你应该让那些旅游博主去做啊 我跟人家没法比啊 旅游博主 他对比如说当地的生活呀 或者是一些消费呀 或者是一些就是金融 这种性质的这些事情 他不了解啊 你去做呗 办个签证也不贵的 对吧 几百块钱就能办一个签证 办个护照 一百八十块钱 你去做呗 但是办个签证 办个签证 我不了解啊 就是我得 我得有人 我得有中介 就是帮我开这个头啊 对吧 我也不了解啊 哎呀 这主播挺谦虚啊 我怎么了解 你给我讲讲 我怎么了解 你给我讲一下吧 我就是觉得主播去了很多地方 而且去 而且研究很多很深入的问题 应该会很了解 对这方面 你多大岁数啊 我呃 奔三了 奔三了 做什么工作的 呃 刚毕业 你奔三刚毕业 为什么奔三刚毕业 呃 二二二二十出头也算刚毕业吧 嗯 二十出头 你不是奔三的吗 你怎么二十出头呢 二十出头不就奔三吗 没工作吧 刚毕业嘛 学生没工作 呃 带带就业 自由就临活就业 对吧 你应该找那些 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博主 给他们这些建议 因为他们是真的了解当地 我不了解啊 你找错人了 能明白吗 嗯 能不能明白 能能能能 因为你不要动不动给别人建议 你说你自己连工作都没有 你给别人什么建议呢 你现在给自己找份工作 才是最稳当的 现在工作哪有那么好找啊 你你学什么专业的 学一些西洋产业 什么吗 就是比较天坑了 直接说名字可以吗 生花还财 哦 那你这个几本啊 呃 学校还可以 几本 你废话是真多 呃 那个上海985 那上海985 那你怎么找不到工作了 你 就就业困难啊 然后 也很多地方 这也是 这也有坑 那有坑 这不好 那不好的 嗯 就就你自己没能力 就是大环境不好 那也确实 我有没有能力 也不好说 但是确实 我自己体验下来 环境不太 这你自己没能力 就愿大环境不好呗 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啊 你还可以 怎么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了 可以 可能 你是不是认为 能力不够 能力不够吧 自己能力大得不得了啊 有能耐是吧 有能耐一个月 现在 现在搁老家待着呢 对 老家哪里的 老家在东北 你上海985 我想问一下 你上海哪个985啊 你 就比较 末流985 在哪个区啊 在整个上海大区 不方便说 你可能都没去过上海 你下个就 我现在都怀疑 你都没去过上海 我真是 我真是 上海有几个985啊 哥们 上海有四个 有四个 哪四个 同济 华师 复旦 交大嘛 嗯 那你 那我就不禁要问了啊 你在上海哪个 哪个区啊 就你学校在哪个区啊 那我说哪个 啊 在 那个阳浦 嗯 阳浦 你 回学校 你做地铁坐到哪一站啊 这个 我要说出来 那不就 没人知道你的 你连工作都找不到 没人在乎你的 那也不太好 我都说了挺 挺西洋的 嗯 那不给学校招黑吗 你工作都找不到 你还在乎别人知道你啊 再说也不会有人知道你的 感觉 我要说出来 那不是 相当于给这个学校招成办 这个抹黑吗 直接说就行了 人家都不会记得你的 你把自己认为 不太好 不太重要了 不太好 不太好 大家不会记得 我会记得 我学校啊 行吧 好 祝你生活愉快吧 好吧 再见啊 嗯 好 你说你的饭都快吃不上了 饭已经吃不上了 你还 还在乎别人知不知道你 你这 我觉得不太扯了 你说你饭都吃不上了 你还可在乎你学校 有没有人知道你 那太扯了 对吧 这是我的天哪 这 我就觉得有一点 真的有一点 这个 有点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来 接着 接着PK啊 接着PK啊 来 这个 有任何不同观点啊 自己开直播 点左下角的PK按钮 输入我的名字 护尘峰 咱们就可以 不攻击互相尊重 友好交流了啊 好 另外我讲一下啊 这不 我还没去日本呢吗 首先 先是 订 订酒店 然后订机票 我发现啊 这个日本的这个住宿啊 真挺贵的 嗯 可以说是我去过这么多 国家和地区 可以说是 应该来讲是最贵的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以我在东京为例 我在东京找这个酒店啊 找什么样的酒店呢 就找我们这种 嗯 类似于 这个国内这种 类似于快捷酒店 类似于全季这种吧 呃 就 有这么一个标准 就是葛东京啊 你的这个箱子啊 能在酒店打开 在地在地地板上啊 能够平打开 就是平整的打开 这就算一个好酒店了 就面积就很大的 就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 真的不夸张 因为我订了个酒店 呃 这个一千 将近一千五人民币 一碗 一千五人民币一碗 啊 就真的 就是这个这个房间的面积啊 就真的就是说 只能够你的这个行李箱 能够打开 可以这么讲就低于一千块钱的 这些房间的 你行李箱基本上就不能 不能打开的 打打打不完全开的 你得放在床上才能打开 这个东京这个住宿是珍贵 珍贵 可以这样讲 这个东京这个住宿啊 应该来讲是 呃 我觉得应该比国内的这个住宿啊 就以这个上海为例啊 以上海为例 应该是比上海要贵 呃 我估摸着三倍 三倍 因为我上海也是经常去嘛 上海有时候住全季 是吧 嗯 便宜的时候三百多 稍微贵点的时候 四百多五百多 最最多了嘛 嗯 葛东京的话 就你就得一千 一千起步了 确实挺贵的 确实挺贵的 这个有什么说什么 当然了 我目前我还不清楚 东京那边的人的收入 所以说咱们这次去拍视频 对吧 葛东京找一个人 看他那边人的收入是多少 啊 然后呢 这个就是订酒店 嗯 好 咱们接着PK啊 接着PK 喂 哎 库子你好 请讲 请讲 我想 我想 你 我想问几个事啊 你怎么看清明节这个事 嗯 讲 清明节这种 你说快点讲啊 听得到吗 说快点 听得到吗 我想问你怎么看清明节这个事 怎么看怎么看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观点 我感觉好像现在都是 呃 败给活着的人看了 我感觉没有那种 下一个啊 没啥意思 你要说就说 不说就拉倒 下一个啊 这个 你好 请讲 请讲 那 T-I-T-A-N 说话 喂喂喂 嗯 讲 我想问问你怎么看待这个 手搂着 你觉得他有伤身体吗 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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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啊 我认为这个 我昨天 我是不是量过你啊 库尘方 你为什么还支持以色列 这个人 我就一听这声音 我就感觉到这个 啊 我量过他 嗯 讲 喂 听不见吗 喂 说说说 现在听得到 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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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谈一下那个 关于私有化的吧 你说嘛 就是我们讲那个 高级私有化 说 就我认为这个私有化 呃 确实是有利于 这个市场竞争嘛 有利于这个 呃 质量和这个价格 都能达到一个平等水平 但是 我认为就是 如果没有这个 公有的经济 或者说这个 呃 公有的经济都底的话 这个市场会 竞争会不去 就我更偏向 就是现在市场是 现在市场情况 是比较好的 像您讲的那个 你什么手机 什么手机 就是医疗 什么手机 呃 我 华为手机 呃 你一卡一卡的 你戴耳机了吗 呃 没戴耳机 抱歉 我就忘了 呃 你手机太卡了 你的WiFi盒子 是什么WiFi盒 呃 这 这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这是你在家 里面吗 呃 我在学校 嗯 宿舍是吧 呃 对 呃 基本 我 我 我 给你 我 下一个 卡了 来 呃 把 你们家里面的WiFi盒子 全部坏成WiFi6 或者WiFi7的 把你家的那个老WiFi盒子 直接扔掉 绝大部分人网卡 都是因为WiFi盒子不行 不是因为手机不行 WiFi盒太垃圾了 纯浪费生命 把家里的老WiFi盒全部扔掉 一个WiFi盒一二百不贵 WiFi6的一百多不贵 啊 请讲 哎 说 啊 连上我了 讲啊 那个 你要特斯拉挺多 说你的观点 我开的 但是呢 我发现他有个问题 客服对这个数据啊 比对客户 对对客户 更重视 什么 就是特斯拉啊 对保护他的数据啊 比对他的客户啊 更重视啊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出了一次车货 我要求他那个给我提供数据 他不给提供 然后就修了 但是他那个刹车撞的车 为什么会撞 那个情况比较特殊 不像正常样子 可能要了好多次 都要不到 然后 现在我没时间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特斯拉刹车不灵了呗 对 就 它是什么踩下去反弹上来 然后速度速度不快 就平时看还行 但是那一次就出了事 跟他要数据死活不给 嗯 就是你特斯拉刹车不灵了 刹车往上弹了 呃 结果正好是追尾了 因为有车 前面车做缓冲嘛 所以没出大事故 好 当时是什么路况 呃 路是雨后 但是呢 路面比较干 然后 车数也比较慢 红绿灯嘛 嗯 好 我来跟你讲啊 刹车往上弹 是因为ESP启动了 对 我为什么问你什么路况 就是因为 摩擦力不够导致的 要么是雪天 要么是雨天 就就 这个细节咱不讨论 因为这个讨论 这就是细节 你不懂 不不不 我是气球工 我来跟你讲 我就说 这不重要 是社会往上弹的 这个叫ESP启动了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不重要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不给客户数据 不给客户结论 起诉他 对对对 起诉了吗 呃 我就是现在没时间弄这个事 没时间弄 因为你理亏 根本跟特斯拉没关系 自己才知水平不行 这跟理亏有啥关系 开了多少公里骑车呢 呃 现在已经快两万多了 嗯 才两万多 纯新手 之前开车扎 之前开什么的 呃 其他车不开 我知道总共 你开过多少公里车子 开十几年了 大概七八万吧 嗯 十几年开了七八万 是吗 我又不是司机 我今天开车干嘛 嗯 我跟你讲啊 你开车太鲁莽了 雨天 你的车速 应该是过快 导致ESP启动了 ESP启动之后 他这个刹车 就会往上弹 任何车子都是这样 ESP会在 这个雨天 和雪天 摩擦力不够的时候 会启动 就急差 摩擦力不够 啊 知道吧 所以说我是一气球工 呃 你你不懂 你说完了呢 你说完了没 我说完了 你 那现在能到我说了可以吗 嗯 那现在能到我说了可以吗 嗯 嗯 说嘛 呃 我其实挺喜欢你的 但是呢 这次年线呢 我觉得首先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 对于这个细节我不关心 我关心的是作为客户 我有 权利要求提供他 要求他给书面的结论 明白吗 嗯 就你数据可以不给我 但你应该给我结论 对对 你拿了我的后来数据 拿了我车到你4SD去修了 那我作为客户 给你这个特斯拉区要一个 你认证的结论 总可以吧 结论也不给 啊 听明白了 我知道 那你这是具体 我对 你说的细节 我不管是对错 不管是什么 我不管这个 我只管 我作为客户 我要你送面的结论 可不可以 啊 OK 这要求过分不过分 这个结论是给保养公司的是吧 哦 不管给谁 作为我客户 要不要 可不可以 啊 那特斯拉区没有给你任何结论呗 任何不给打了客服 投诉了好多遍 都不给 那你想要一个什么结论呢 我不管什么结论 你总要给我个结论就行 不是 你想要什么结论 我无所谓什么结论 我只要你 就 我只要他官方给我个结论 就 我不管那个结论是满不满我预期 那那是后面的事 就 我是起诉了 我不满意了 那后面的事 我只是说作为牛程 作为牛程 你听我讲啊 听明白了吗 你听我讲 我家里面 我家里面有两辆车 我 我这个家里面 有车有 二 二十多年了 也发生过交通事故 我还没听说过 出了交通事故 要让 车厂给结论的 我还没听说过来 因为他的数据 只在他手里面 别也没有 什么数据 你后台数据啊 就车 刹车数据啊 汽车数据啊 只有他有啊 没有吗 那你要 只有他能给 有什么作用的 有什么作用 什么作用我不管 那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只是说作为牛程 我现在要这个结论 他有没有义务给我提供结论 我作为客户 有没有权利要求他给结论 我支持你 对不对 就结论好不好 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是另外一回事 我支持你去提诉他 对不对 是不是 得提诉他 我支持你 这个听明白了吗 对 我支持你去提诉他 虽然是这样 我只是说作为特斯拉 我用他过程中还是挺不错的 好 你听我讲 听我讲 是这样 是这样 你听我讲 首先呢 你让车厂给你结论 这个我认为是无理取闹 因为我自己家 这个有车子几十年了 就是我还没听说过 谁出了交通事故 要车厂给结论的 这个我还没听说过 就除非这个车子有缺陷 如果你无法证明 这个车子有缺陷 你让车厂给你什么结论 人家没这个义务给 那这个你是没有道理的 你听我讲完 你说完了没 你听我讲完 没错 我等你说完 第二点 你说你要数据 那么你要数据 我觉得 你要就是如果说 能 你能证明这个车是你的 车厂 给你数据 我觉得这个应该没啥问题 但如果他不给你 我支持你去起诉他 没毛病 说完了没 嗯 说完了 那我说 就是说 他这个电车跟汽油车不一样 汽油车你找谁出证明都可以 因为那是大家是很认真明白的 电车它的后台数据只有他有 别人是没有 也就是你拿这个车 拿到别人那 他只要后台数据在他手里面 你拿不到 你就没办法证明这个东西是 是硬件问题 还是后台数据 还是怎么去评判 就是作为专家 作为第三方 是很难给你结论的 明白吗 因为后台数据只有特斯拉有 他不会给任何人 OK 好 那你就起诉他 这个逻辑听明白了没 听明白了 那你现在这特斯拉修了没有吗 修是修好了 因为在那4S店修 他只是有结论而已 对啊 那个是 那是你赔 那是保险公司 但是他下一年收你保险 他是算在你头上 不是算特斯拉头上 所以特斯拉作为 他没给我结论 明白吗 所以说这对客户就 就非常不 好 我再把这个事 我再重复一遍啊 就是说 这个事故 我就是 我几乎就可以肯定 就是你自己操作不当引起的 开快了 一天 结论先不下 我知道 你听我讲 我知道 如果是你说的 我们 不要我必须打扰 你后面说没意 我就 就是你说的对 他也可以把这个结论给我啊 他不敢给啊 为什么呢 车厂不会给你任何结论的 你这纯粹无理取闹 你要数据 我认为这个就退一步来讲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要结论就很扯了 没有任何车厂会给你结论的 没有任何车厂会给你结论的 你纯粹是搞笑的 你话说完了吗 说完了 如果你说的对 他认为是我出了事 对不对 我的责任 那他为什么不敢给结论呢 他应该更大胆的给结论 一个车厂几百万上千万辆 这个汽车在路面上行驶 除了事故交给结论的 你太搞笑了 你不可能的 那行 那你就说你成立 那你不给结论是吧 那你给数据也行 他数据也不给 结论是谁给啊 结论是 相关部门给 我 我都怀疑你有没有车子 保险公司理赔的依据 是相关部门给的事故认定书 事故认定书 这个叫结论 你这怎么连处理交通事故 流程运都不知道呢 我就问你 你开过特斯拉吗 这跟开不开过特斯拉没关系 任何交通事故的结论 是由相关部门的事故认定书来决定的 而不是说车厂给的结论呢 你怎么连你处理过事故没有啊 所以你就缺乏常识 因为这个是电车 它有软件 我不管你什么车子 保险公司是按照 相关部门的事故认定书来进行对你理赔的 那是保险 我现在说的不是保险明白没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呢 有车的必有能抠一拨 你有车吗 任何保险公司 来判定事故责任 是根据相关部门的事故认定书来 作为唯一的依据 你还车厂给你结论 你春哥是搞笑呢 我发现你这个机队压讲 这个对不上号 你说话没逻辑 你听不懂说话的重点 车厂不会给你任何事故 这个结论的 因为车厂几百万辆 上千万辆车 在路面上行驶 那你给数据啊 那你给数据啊 你数据也没有 结论也没有 那这个车怎么判断是谁的责任 数据 你说这个 对你说数据这个没毛病 对吧 你说我作为个人我想要数据 那你去 他不给你去 你不提供这个服务 那你要给我 找别人去服务的这个 流程机会 对对 你又不给数据 又不给结论 那就是说这个事出了这个责任 根本说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嗯 好嘛 那你就去 起诉他嘛 就对吧 那你就想起诉他就完事了吗 对没问题啊 就是我有时间 我可以做 那就是起诉他 好吧 我有视频啊 我有那个对啊 这没问题 好生活 我只是说他对客户不友好啊 嗯 好行 好 生活愉快 好 拜拜 好来读一下sc啊 读一下sc 喜爱邀喜爱总说 看微好 我先去看微啊 现在就看微 呃 这个喜爱邀喜爱总说 如何判 看断 如何看待本轮牛市 户子是否 有重回金融一展雄风 是这样的 这个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为什么要做短视频 第一呢 是这个叫 这个炒股啊 赔钱了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靠炒股来发财啊 嗯 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不是一个好主意 因为啊 嗯 就是说 这个 嗯 我怎么讲呢 就是翻倍的概率太低了 啊 就是说 嗯 即使你成功了 你挣的也太少了 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但是做自媒体 它能让你无限放大 你比如说 自媒体做成功了 一条广告就一百万 或者说五十万 或者说二十万 或者说十万 那不比炒股来的快吗 就是 你想在炒股上取得成功 是非常难的 就几乎接近于不可能 而且 它的这个翻倍的这个率是有限的 但是我做自媒体 我如果做成功了 那么我挣的这个钱 相比要炒股而言 会多的多的多的多 那这个问题 我之前是想的非常清楚的 所以说 我为什么把自己的这个重心 转移到做自媒体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能不能明白 有人说 那你可以赚十几个亿啊 炒股 哥们 我就是我炒股赚十几个亿的概率啊 就是可以这么讲 就跟 就是 这个 比发现三体人估计还要低 就是说 做自媒体 他的这个 就是一旦成功了 他的这个释放的这个能量 是远大于炒股的 远远远远远大于炒股的 甚至炒股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说我 不会再把我的重心转移到炒股了 我认为这个对于我来讲 是一个 是一个赔本的一个 一个生意 你的麦有电流声 请讲 连上了吗 你的麦有电流声 先把你麦电流声处理了 我感谢一下礼物啊 感谢 感谢这个 HANDSUNG 感谢HANDSUNG HANDSUNG 总的这个告白花束啊 感谢 感谢 非常感谢 感谢各位的礼物啊 谢谢 好 再读SC啊 啊 实际上说上麦 好的 稍等啊 稍等 别着急 好 请讲 说 说话 很激动 第一次 赶紧 赶紧说观点 说直接观点 别浪费咱们的生命 好的 观点 下一个 感谢WS总的舰长 感谢WS总 感谢我WS总 感谢 感谢 好 下一个 好 我看下一个连谁 别急 别急 下一个 这个 你好 请讲 你好 你好 霍晨芬 你的漫游回音 漫游回音 我不认同你对这个 我不认同你对这个文元能的观点 你的漫游回音 你的漫游回音 我的漫游回音吗 你的漫游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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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祝你生活愉快 好 下一个 下一个啊 他谁啊这是 喂 喂 胡子 不是 我连过你吧 刚才 我要拷打你 不是 你 我是不是连过你啊 怎么 怎么嗓音都是一样的 什么意思啊 胡子 害怕了 是吗 不是 不敢连我呗 找理由了开始 找借口了 我说实话 就各位网友整天说我直播间里 有演员 我说实话 我要是观众 我也说我直播间里 有演员 你说真的太像演员了 你说就他 我刚才给他挂了 他又给他申请 上来嘛 就跟表演是一样的 我说实话 我如果是观众 我也说这个直播间在找演员 他真不是演员呢 你就这种人我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我不是演员 胡子 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 这个这个观点 你怎么没声了 胡子 我没说话 啊 我就是看不惯你啊 你你为什么说我是演员啊 你看不关我什么 你讲点道理啊 你好无聊啊 别骂人了 真的好无聊 因为我觉得你比较虚似 你反对传统的话 但是 你你你也没跟现在文化结上鬼啊 下一个 下一个 哎呀 下一个 这个 嗯 请讲 请讲 先喝 说话先喝 哦 你好 说 哦 哎呦 我这个怎么管啊 那个 我想跟你说俄乌的话题啊 就是我觉得俄乌可能会打很久啊 嗯嗯 讲嘛 嗯 这是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就是俄乌会打很久啊 嗯 是这样啊 你觉得呢 呃 哎呀 俄 嗯 我觉得啊 打不了很久 为什么呢 咱们对很久有个定义吧 我觉得就一到两年应该就有结果了 就大毛跟二毛一到两年就有结果了 为什么这么说 说实话啊 这个二毛啊 你你让你小孩这个把你门关起来可以吗 你小孩就听不到我们讲话了 保护孩子身心健康 啊 好 是这样啊 就是为什么呢 我我为什么说一到两年就大概率就结束了呢 甚至可能一年之内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问题的关键是 这个不给二毛这个武器 就实际上就是不给 嗯 那如果能够把不给变成给 那么这个不用不了一年 可能三个月五个月就结束了 就是不给 举个例子 这个海马斯到现在在二毛那边应该是不超过二十辆 就是都搞了两年多了 海马斯总共应该是不超过二十辆 这你敢信吗 都恰恰都恰成这样了 就那边就是欧美啊 一直嘴上说给给给 就实际上是不给的 我就别的我就不多说啊 你就这个海马斯你给个五百辆 那咱们也不是五百辆了 你给个一百辆 给个二百辆 库存都不止这么多啊 阿美那边的库存都不止一二百辆啊 就是不给 一辆一辆的给 这你受得了吗 阿美那边是海马斯你这个战损一辆了 我给你补一辆 那你跟着闹着玩呢 就但凡有一个武器是敞开给的 你现在就早就结束了 早就结束了 所以说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就在于能不能给 你别光嘴上说给 真给了早结束了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比较惊讶一点是什么啊 就目前根据这个各方面的消息吧 就大毛那边啊 已经是没了好像六十个W的人了 就是推测来讲 应该是六十多 不止六十个 大概是六十多个 将近七十个W都没有了 就是可以说不仅仅是我超出我的预期 超出很多人的预期 就是没想到就大毛那边呢 就是少了这么多人 竟然跟没事一样 就你知道吗 就这个就简直真不可思议啊 你想想当年苏联在阿富汗 当时才没了多少人啊 才没了二三十个W 当时这个这个苏联的压力都大得不行了 你现在你大毛都没了六十多个W了 那跟没事一样 这个是真没想到啊 这远远超乎我的预期 包括我觉得应该超乎所有人的预期 这个真是 光没都六十多个W 受伤的就不计其数了 所以说你说什么时候结束 我觉得大毛跟二毛就两边啊 有一个变量 这个事就结束了 我说的长 我也是觉得是一两年 对 要么是二毛这边 就你敞开给 你就 二毛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就完了 当然了 媒体罐肯定不能给啊 就是说这些什么你就给就完了 对吧 你就你库存那些破铜烂铁 就对于阿美来讲啊 真的是破铜烂铁 那海马斯这玩意儿二十年前的玩意儿啊 十几年前的玩意儿 那还不是被听的 对吧 你就这破玩意儿 你给个一百辆 对吧 多简单呢 一个集装箱船就用过去了 就你但凡就二毛那边敞开给 或者大毛那边自己蹦 这个事就结束了 哎呀 这特朗普上台还说要不说这个啊 这个不说啊 这个不说 好好好 我我再说一个啊 再说一个 那个到时候 呃 俄乌肯定 哎 你没声音了 我听不见了 你说大毛二毛 说大毛二毛 嗯 我说大毛二毛到时候肯定 很多那个那个 这个叫什么 单身 单身女性啊 这个不说啊 这个不聊 这个不聊啊 你怎么突然聊到这种话题啊 这个不聊啊 到时候有没兴趣去那旅游啊 就这个啊 我去那旅游不是图什么单身女性啊 这个咱们得把话说到前头啊 二毛单身女性 我去那 我跟你讲 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会去这个乌克兰的 那当然不是现在啊 一定是等这个结束了啊 合法合规的去啊 知道吧 我我把话讲清楚啊 不要恶意剪辑 就是我一定会等这个结束 合法合规合法的申请签证 哎 这个守法律的情况下过去 啊 并且我还要去基辅达塔 去克里米亚看海 啊 当然了这个克里米亚 一定是在当时没有战争 开句玩笑啊 不要上纲上线啊 这个这个克里米亚一定是没有战争 并且是在二毛的这个这个实际掌控之下 啊 我合法的依法的合规的去 嗯 说完了 嗯 嗯 啊 说完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到没有 好 谢谢谢谢 没有没有没有 好 谢谢啊 拜拜 下一个啊 下一个 好 我们下一个啊 我看下一个连谁啊 这个吧 这个啊 这个啊 连下这个啊 好 我们 接着连麦啊 感谢我BD130总 感谢130总啊 感谢啊 感谢 十分感谢 哎呀 又性情了啊 又性情了 来 我把连麦关了啊 来 然后你们重新申请一下 重新申请一下 重新申请一下 感谢130总啊 太豪迈了 豪迈 通透 没毛病 啊 这个 嗯 你好 请讲 感谢130总 感谢 我的天哪 又刷屏了 又刷屏了 这个礼物 又刷屏了 满瓶飘的礼物啊 我的天哪 看不到弹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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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啊 听不到 听不到 声音很小 先挂了啊 你声音小 你把你声音开大点啊 这挂了 你挂什么 感谢我金山K总 感谢金山K总 感谢130总 啊 感谢感谢 下一个 再来 请讲 喂 嗯 说说说说 说 喂你好 讲啊 快点说啊 呃 我觉得这个 高铁四油化 不能说是 真的高铁四油化 你的麦很 很不行 你是什么手机 哦 我戴的是耳机 现在呢 耳机不行 把耳机拔了 把耳机拔了 嗯 说 喂 现在听得到吗 听得到讲嘛说啊 哦 好的好的 好的 你别声音太大 这个 真费劲啊 太费劲了 这种人 默默唧唧的 纯浪费生命 这个 哎 下一个啊 这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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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你正能量吗 那必定正能量啊 你正能量怎么还经常被超管拿下呢 这个 你这个 这个 这个不矛盾啊 这个不矛盾 哎 因为有时候可能 那你是说超管不正能量还是你不正能量 哎 给你挂掉 给你挂掉啊 下一个啊 下一个 嗯 下一个啊 这个 嗯 请讲 嗯 不是 怎么 是不是 连麦里面全都是你的小号啊 怎么上一个 睡觉上一个睡觉啊 这个 哎 霍子 嗯说快快快 又是你 我 我给你表达我的观点哈 感谢 送礼物的我觉得 精神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攻击 好好看直播 为什么要送礼物呢 啊 你声音咋这么小啊 好好看直播就行了 为什么要送礼物呢 这是人家的自由啊 啊 人家的自由是吧 人家的自由 就是你现实中还过得不好 为什么要送礼物呢 你怎么知道人家现实过得不好啊 啊 因为都跟你一样啊 现实过得好 你更没有必要送礼物了 因为都跟你一样啊 现实过得好就去现实啊 因为跟你一样啊 为什么要去 在网络里 瓷刹风云呢 哎 是这样啊 不是人人都跟你过得一样 怎么就跟我过的一样 我怎么了 我我现实中 现实中也很好啊 非常好啊 怎么了 那你挺好也挺好啊 没毛病啊 是吧 但是 但是直播间的各位总 他们有大爱 嗯 人家愿意 对不对 愿意 对不对 愿意 这是好事啊 人家刷的礼物 今天晚上刷的礼物 有可能比你一个月 那的税都多 嗯 就是今天晚上他通过刷礼物 那的税 比你一个月 工资那的税都多 嗯 我举个例子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BD136 啊啊啊啊啊 你意思是就是刷的礼物多 就好事是吧 刷礼物多促进经济发展 促进消费促进纳税啊 你消费多了 为什么单单纯刷礼物呢 刷礼物也不只能促进你的消费啊 或者网络直播的消费啊 网络直播能带给我们 这个社会又有什么好处呢 情绪价值 另外不仅仅是我 来举个例子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以BD136为例 你看 BD136这太有实力了 今天晚上 各直播间已经刷了2000多 RMB 昨天他也在疯狂刷 我觉得难以自信 难以理解 你有你的财富还没达到那个量级 你跟人家没法比啊 这样是吧 他这么有钱 你还没有达到那个量级啊 啊 没有达到量级是吧 他这么有 你能跟130总监上招款吗 这么有钱 怎么去做慈善啊 你什么实力啊 你什么实力 你跟人家相提并论呢 我不跟他相提并论 他这么有钱 为啥不去做慈善呢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做呢 哦他做了什么 你告诉我 直接表明他的这个证据 为人家为什么要在你面前表露这些啊 那不好 他不用做 不用给在我面前表露 先冷静一下 我跟你讲一下 不仅仅是BD130总 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总 嗯 就人家有这个实力 啊 有这个实力是吧 有这个实力去贡献我们的祖国呀 为什么 为什么在你这样 我纳税呀 我纳了不知道多少税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另外人家自己也在创造财富 纳了不知道多少税 我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就咱们今天就以咱们榜1130总为例 人家今天晚上在直播间 就截止到目前就2000多消费了 嗯 RMB 这2000多首先 嗯 平台拿一半 我拿一半 我们先说平台这一半 平台拿了这一半 平台得交税 嗯 什么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最终企业所得税之后 分到个人股东 平台的股东 再交个人所得税 嗯 然后呢 平台拿这个钱要雇佣程序员吧 要雇佣公司的各种人吧 甚至保安 美工 设计 运营 对不对 就是 如果不是各位直播间的总 这么有实力 这么豪迈 这么性情 那平台也会少很多收入啊 也不 不会不用那么多人呢 是不是 好 这是平台的这一半钱 那你呢 你又为国家做了什么贡献呢 我就想问 我这一半 然后我说我这一半钱啊 我这一半 我剩下我这一半 来我这一半 首先纳税 他说你要要给陌生人一千块钱吧 对你别急 你别急 首先是纳税 我这里边首先的纳税 那多少百分之二十 嗯嗯 那百分之二十 那完税之后 剩下的钱呢 剩下的钱 第一维持我日常的拍摄 比如说在路上给人送钱 啊 维持我日常的交通费用 吃住 因为我去每个地方不可能闪现过去吧 对啊 机票 地铁 高铁 打车 促进经济发展呢 嗯 对吧 这个钱在我这儿 说实话就是过了一手 就进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去了 哦 就过了一手 你就可以为社会发展了是吧 当然了 啊 为什么不直接去捐款呀 更直接呀 更能被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偏远山区的 孩童 也可以帮 帮助那些需要养老救助的老年人啊 是不是更直接也减少了 人家捐是情分 不捐是本分 人家捐是情分 不捐是本分啊 另外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捐呢 你捐了吗 我 我没有捐 我没捐 那你上个地点给别人要求这 要求那干嘛呢 你是典型的要求别人是什么人 要求自己是个人 我没有捐 我是没有捐啊 是他捐了 他捐了 捐了拿出证据啊 人家为什么要自证捐 我没钱我不能捐 这不是很合理吗 我没有钱 我没有说拿出证啊 要自证是吧 我没捐 我没捐 我没有钱 我没有捐 感谢 感谢老师 感谢毕丽130总 他不说别人啊 就是 你他但凡是去干其他的事情 不在直播间刷礼物 我感觉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不用你感觉 人家比你混得好 比你厉害 不用你感觉 需要你给人生建议吗 啊 比我好 就一定要 就一定要刷礼物是吧 混得好 你对社会做贡献啊 不必要做直播 做送礼物 是对社会最没有贡献的 是这样啊 我跟你讲 对社会有没有贡献 你就看人就 你看人家今天晚上纳了多少税 哦 纳了多少税就有贡献是吧 社会发展需要钱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衡量指标啊 只是衡量指标之一 嗯 就是人家对社会的贡献啊 你啊 真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就是纳了税多了 就对社会做贡献是吧 这只是指标 一个指标之一 人家在这个方面啊 就是你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知道吧 另外啊 不渴望我也不可及 你听我讲三本药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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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三本药拳 你你是不是偷窥我的隐私了 护子 你你怎么知道 你开始人身攻击了啊 我跟你说 你直接开始人身攻击了 没有人身攻击啊 三本药拳是事实啊 怎么能是人身攻击啊 这是事实 你你为什么直接就开始拿我三本药拳 你直接说我 我的ID或者我的名字就行了 为什么直接 我说三本药拳怎么了 三本药拳是什么 你说 这三本药拳我觉得挺好的啊 我高中毕业比我强啊 三本药拳 对不对 这是我们我不对比啊 我不对比你说 你继续说 你继续说 是这样的 就是说 就是说 当两个人的财富啊 或者社会地位啊 差的很多的时候 你是无法理解对方的行为的 因为你跟 就是你跟人家都不在一个 一个水平上 你怎么理解嘛 你理解不了 哦 我理解不同 这个他送的礼物都价值不同 是吧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咱们说去看演唱会 或者去看去看相声 那都是看 那为什么要花几千块钱 几万甚至大几万十几万去买一张靠近的票呢 对啊我也不理解啊 那我不理解啊 那我不理解啊 我觉得有这些钱 还不如给体育场捐钱呢 是吧 你直接体育场也到账了 是吧 你也促进了中国 我们国家的体育事业 不更好吗 有专项的这个费用去促进的 什么专项的费用啊 你税收里面会有的 哦 税收就分了一点 嗯 是是是有 我承认是有的 所以说 就你啊 嗯 就是 你为什么没法理解 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跟别人差的 差的多是吧 太多了 太多了 就是不是说差一点半点 你你我说句不好听的 你就别跟130总比了 你这我说实话 你跟人家 你这 人家是高峰 你可能就是说 一辈子都喷不到这个高度啊 哎呀你再看一下我的天哪 我懂你意思 就是给你刷礼物了 就是我喷他不到的高度是吧 谁啊 就是给你刷礼物了 就是刷礼物了 你这什么逻辑啊 你刷礼物了 你就你就要 那别人不给你刷礼物 那你就别人刷礼物 那你就别人刷礼物 一万电池 一万电池 一万电池啊 啊 请直接攻击是吧 一万电池好 你直接攻击 你一个星期的生活费 你看人家就点一下 别说一个星期 一这一万块钱 我跟你说一千一万点 那个什么一万 相当于我一个月的收入了 不可能不花的 我念一下别急 C啊 哎呦 一块都不收我一块 你最美的哈达和祝福都不送我 你这像话不像话 或者我都看你一个星期的直播了 我天不搞学术 不搞科研 我看了你一个星期的直播了 我室友天天说我 我天天骂我 我为了给你增直播间增加流量 嗯 我是不是也对社会做贡献了 是不是也对你的直播间做贡献了 那我啊等于我做的少 就不能跟那个什么 130总相对比是吧啊 大和少做工艺都是有事都有意义的 你不能说捐一毛钱就不能是捐呀 我捐那捐一块钱呢呀 我捐一毛钱也是捐呀 我给我给你贡献流量就不是捐了 你不是说鉴切吗 我鉴切的给你捐了 不多好的事情啊 利国利民还利户子 真的是 你不能说他捐的多 你就对他那个我捐的少那个啥呀 是不是 户子请直接攻击 嗯 是这样啊 是这样的 就说你 咱们说话是有前后语境的 啊你说 你上外你说我这不见的什么 总说这说那的 说什么人 你怎么给户子刷礼物呢 啊你是不是傻什么的 这是不是你说的 对是我说的啊 那你能这样说吗 那又回到这个逻辑了 是吧 你能这样说吗 我不是说了你的话来了吗 你你说了刷礼物好 那我也刷了 你为啥不是说我好啊 那不是特别证明 不是刷礼物的原因 而是刷的多少的原因 你说了 所有你都说的人家好 你就比所有人不好 你就要对比是吧 恶意对比啊 还人身功绩 还三百要求 我今天要输出完 今天9月30号 一个特别的日子 我今天要输出完 我一个星期的愤怒 我要输出完 你一个一天每次都不给我生活愉快 每天都会挂带 我每天都连你的卖 每天都抢你的 哎呀 又有一个建长 又有一个建长 感谢我人间身心 总的建长感谢你 刷建长的是什么 不是刷建长的生活过得也太好 你给我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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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资助我啊 你给我客体资助经费啊 我现在最缺经费 你给我刷 你给他刷干什么啊 我能为社会做贡献啊 你给他刷干什么 我跟你说 真的是 我 你给我刷 你给我刷啊 我今天晚上 我今天晚上已经收了4000块人民币的礼物了 4000 我跟你说 4000块 我跟你说 你不如直接捐款 我建议啊各位的 有钱的总 直接捐款 不可能不捐 直接捐 这个给他刷 简直都是 因为他这个钱 他只是说了受纳税 他没有说他有对这个社会有实质性的帮助啊 纳税 我也天天纳税啊 我也天天纳税啊 我吃喝奶茶都在纳税 你怎么不说我对社会做贡献大呀 我对社会也有做贡献啊 我观点表达完毕 说完了是吧 好 我先说啊 你既然说完 那我就说了 你说话上脉就非常有攻击性 我不是非常有攻击 我是压抑的 你先听我说完 我是压抑的了 你你天天都打我卖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跟你聊 对不起你不跟我聊 我跟你聊一点 你敢的你直接给我挂断 我给你挂断 好处总的礼物 好处总的礼物 感谢啊 别人还说我是演员 你还说我是演员 我不说 不经心都说我是演员是吧 你让别人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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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钱啊 你能不能给我钱 你能不能给我钱 你得让别人讲话 我让你讲话 我先诉说完 我要把我一星期的愤怒 全部给你输出下去 包括今天这些送礼物的 天天送礼物 天天送礼物 送什么礼物呀 真的是 真的是无可救药 无可救药 无可救药 我都说完了吗 说完了 表达分点 我来讲一下啊 首先来讲呢 就是你说别人无可救药 哥们儿 老弟没有恶意 我怎么 我要学了无可救药 你让人讲话 好 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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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弟没有恶意啊 直播间 咱们说 你让人讲话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得让别人讲话 他攻击我 他攻击我 你说你说 我让你说 你刚才 你刚才说直播间的各位总啊 说这说那 攻击各位总 老弟没有恶意 我我可没攻击哈 你能不能跟你讲话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 你无法自控是吧 对 我现在已经造狂症了 我现在已经造狂症了 我就跟你这么讲 直播间 直播间 这这些总 有一个算一个 嗯 都混的比你好 是 那不一定 别别 都混的比你好 好 混的比你好 有钱 嗯 懂你的意思 就是有钱跟你刷礼物就不能好 人家 人家比你 人家比你的社会地位更高 财富更多 哦 我懂你意思 就是人家傻 社会地位就高 对吧 人家傻 我觉得也不是 我的天哪 我的妈呀 CAR总又发了个 CAR总 有钱给我刷呀 你真的 你给他刷 你给我刷 我为国家的医学做贡献 为国家的社会做贡献 为医学做贡献 你给他刷有什么用 典型的50W 我一定要一个字 一个字认真的读 我从外边刚回来 就看到印字刷 真的是 你等会你等会 我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的读啊 来 CAR LMG23总说 零头钱 零花钱零头而已 零头 哎呀呀呀呀呀呀 太感谢了我这样 哎呀 小户何德何能啊 你看看 没得 就我说实话 我都无法想象人家的财富 我都没有 我都没办法想象 人家的社会地位有多 我跟你说 直播间刷300电池的 你看刷300电池 户子都没这么卖力 刷一万的 他就这么卖力 啥意思啊 就是刷一万的 他都觉得是别人社会地位 财富高啊 刷3000他就爱大不理 他不是 他不是对所有的人 都是他的这个 那叫啥吗 他卧间里的养育的恩人吗 都是他的衣食父母吗 为啥有偏见 是平均吗 你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在罢卖 我一直想读各位总的SC 我来不及读 因为你一直罢卖 我还举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 这个这个 过路易阳先生 易阳总说 对面典型的吃葡萄 说葡萄酸 你怎么看 我不酸我不酸啊 你因为你没给我刷 刷礼物 我酸什么呀 真的 我觉得你挺酸的 说实话 挺酸的 我为什么酸 啊 你刷这礼物 也为国家做不到一点贡献 我觉得不如不要 不可能要 怎么能没说没做贡献呢 纳税了 这一条SC 纳税 我也纳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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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那你凭什么说别人没做贡献吗 你直接 花的钱 为国家做更直接的贡献 不更好吗 为什么要做这些间接的贡献 而且还是经过你 那你做的什么贡献啊 你可这 我呢 对啊 你意思我纳的少 我我我求我纳的少 我就没贡献了 是吧 你做的是什么贡献啊 我每天吃 我不是为食堂做贡献 我每天喝 我不是也为食堂做贡献 我每天 是衣食住行 我为地铁 为高铁做贡献啊 我为国家的财政支出 虽然做的不是多少 但是我也做了贡献啊 你怎么就说我做的贡献 多与少来判断我对社会的价值呢 那人家也一样啊 人家只会做的比你多 不会做的比你少啊 啊 做的啊 你做的比我多 人家只会做的比你更多 那你为什么要求别人是圣人 要求自己是个人呢 我没有要求的是圣人啊 我的意思是跟你刷就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钱从你这儿中转 或者迭代了以后 对社会的贡献相比他 价钱的价值的本身要低得多 甚至还是破坏 人家的私有财产呢 人家想怎么刷 怎么想给谁刷 这是人家的私有财产呢 这里是建议 我建议他不要刷 如果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国人 就不要刷 怎么给我刷就没良心了 因为你天天说一些反制的言论 你还口口说自己的个人的自由 还说是个人的自由 哎呀你不能说没有你生活的圈子都认同这个 那就没有人认同这个观点 点心的是什么 啊好你说 那我就不禁要问了 嗯 那人家比你更有钱 怎么人家傻 啊 啊 别人就不是那么聪明 至少才从 我 我有一个四字成语 人傻 差多 我当然我不 我不骂人哈 我不像你一样 就上网来攻击 上来攻击我的人 你仇富啊你 你很仇富啊 我怎么没仇富啊 仇富金钱 他只是一个工具 只是一个交易的货币 金钱的好坏与否 取决于 携带金钱的人 怎样为社会做贡献 而不是金钱本身 我才不仇富呢 行吧你别张嘴闭嘴 给社会做贡献做贡献 你做了 你别说别人做没做贡献 你做的啥贡献呢 你张嘴闭嘴就是做贡献做贡献的 我为国家医学事业做的贡献不是贡献 我天天上学上了这么多学 为国家做的贡献不是贡献 就一定是给你送礼物才做的贡献 讲开来讲讲 嗯 要展开讲讲是吧 我今天晚上展开讲了以后 这个时间不够我跟你说 你你总是逼我卖 你总是逼我卖 觉得我没有活 你觉得有理说 从心理学分析 你是觉得我没有活 给你吃不到米 所以说你觉得我没有意思 所以说你下卖 我也就故意这样说 我就让你吃不到米 我就是这样没有意思 我就是没有逻辑 我就让你觉得很无聊 我来跟你讲 试一点时间 我的天哪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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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我的天哪 我操 你现在过得有多大 天天在爬 两万天吃的S3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我操 他妈蹦不住了 我真蹦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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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越说越说气死你 我的天哪 两万天吃的S3 我的天哪 你你就这样被护子激将了 你一定要明智 他他是这样玩 他跟我聊天 就是要激起你们的气氛 觉得我的我认知有问题 然后跟你聊 那刚好让你们激起你们刷 刷你们的率 来拥护你们所谓的护子 拥护你所谓的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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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所以阿总我都 我我说实话 我都不敢 蹲动我一下 你忠误一下 我都想不想 我来你直播间 没出现流量是吧 你说你谢他为啥不谢我 我我虽然没有送流 我在这给你干了流量 我给你带来了节目效果 我给你带来了比串子 还有效果 你别说这些话 你随时走嘛 好像我请你来一样的 哎你可没请我 我还想你请我来的 你咋不给我钱啊 你等一会你等一下啊 我等什么 你要谢是吧 你是典型的不尊重人 你等一下你稍等 你稍等 我都不敢 我喝点茶 我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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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敢想咱们直播间的这些总是多有实力 尤其是CAR总 独度呀 独度呀 这CAR总这 CAR总如果说没有在福布斯排行榜上 我对这个榜我就有怀疑 好 这样啊 给你刷子了 如果说没有工友 到他里我就排行榜 就在排行榜 这个榜单有问题 那某军怎么不给你刷礼物 你咋不说人家呢 真的是 另外还有这个 首付给你刷礼物 你咋不说 你咋不说人家的公司 哎呀130总也是 那必定是上市公司大股东 要么就是 上市公司的 这个CEO 感谢 感谢 你吉祥辣说的 说古鲁话 吉祥辣说的 你看看 别人这么多钱 就为了请你一句恶语的奉承 是吧 你气不气吗 我不气 因为他没给我说 你别给我说我什么酸了什么 我一点不酸 又没给我说 感谢金山K总 感谢我金山K总 感谢感谢 我的天哪 还有那个什么 江二 江三总 我的天哪 我 你有钱 看不到大陆了 看不到大陆了 多去支援你的家里的养老院 多去修了工程 不比这好 有意义多了 真的是 就非得在户子直播间找存在感 是吧 行了 行了 你别说人家找 你是最在这找存在感的 知道吗 你还评论各位总了 我说句不好听的 他们的 三本药学 我跟你讲 我说句不好听的 你别用不好听的 你上来就三本 你说我 我是连麦的币友 不是什么三本药学 三本药学 你听我讲 我说句不好听的 你去面试 我去面试的 这个人 他老板的老板的老板 也许就是 CER总 也许就是130总 也许就是金山K总 然后呢 他又支颠不到我的身份 对于你来讲 三本药学 就对于你来讲 就真的可能真的就是 一辈子 接触不到 你比如说达不到了 就一辈子可能都接触不到 接触不到 我也是 我一辈子也达不到 就是比如CER总 130总 包括金山K总 这种高度 我一辈子都达不到 一千块钱两千块钱 就为了听了护子这一句 行了 你上岁闭嘴一千块钱 我觉得好笑 好笑 好悲凉 真的是 你一两个月的生活费 你还想说一两个月了 是否有两年的生活费 我觉得悲凉悲哀 真的是 悲哀 我你妈呀 你真是搞笑人家 人家怎么了 人家给你送离物 你说人家是不给你送离物 或者是那些充30电池的 你看看 这就是护子的嘴脸 你看 送了30 他咋没卸你这么长时间 还没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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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不能 但是现在你只赌人家一下SC 连卸都不在卸 或者说了一下 现在就是要开始读了 MIKO总说 护子让这哥们开播吧 我去刷SC 你问他要不要 你开不开播 我开什么播呀 影响我搞学术 我开什么播呀 开什么播呀 我在这给你观了一星期的 观看你一星期的直播 我觉得我已经够没有意义了 只是我消遣的工具罢了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只获得了情绪价值 我觉得我在 我获得了情绪价值 我很开心 反而是这些刷礼物的 我真的是理解不了 真的是理解不了 有钱你怎么向某军设奖学金啊 有钱你怎么不去 直接去贡献啊 别要求别人这 要求别人那多 要求自己 你要求自己了 我每日行善 每天扶老奶奶过马路啊 看到有陌生人 我就帮他指路呀 我怎么了 我小善不是善是吧 善小而不为 不以恶小而为之 你呀 不要整天要求别人这 要求别人那的 我是建议 你把要求换成建议 你呃 你能不给别人建议吗 为什么呢 我说句不好听的啊 哥们 就你如果混的 比各位总好 哎 你给建议呢 我说我退一万步来讲 我懂你意思了 就是混的不好就没有建议 所有的话 在他的面前都是 没有意义 是吧 就是我的认知就没有意义 是吧 我的逻辑完全都 我说实际上 对不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你给啥建议啊 哈哈哈哈 我啊 你这差距太大了 你给啥建议啊你 差距是哪里啊 你的差距是智力的差距 还是你所谓的财富的差距 还是你说的给你送礼物的差距 你差的太多了 你要是说 那哪里多啊 你给你差的太多了吧 你差距差的太大了 哦 我懂你意思了 是你觉得我给你送的礼物少 所以说我差距多了 是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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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的是什么差距 那你送三十电池的 你怎么不说 我给大家差距多呀 啊你的意思是 我给三十电池送三十电池是一样的 是吧 那别人送干什么呀 别人也没有意义呀 因为没有说 冷静 你说你说 冷静冷静冷静 是这样我刚才说的很清楚了 今天输出有点多 我刚才说的很清楚了 嗯 你刚才是说要给我直播间的总建议 我说你别给建议 你要是昏的比别人好 你给也就算的 差距太大了 这个差距都不需要我给这说 那太就我都不用提示 我建议的 你停一下 你停一下 你咱们就以CE2总为例 我说这又是正确的废话吧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人家CE2总 你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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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嘛 你等一下行不行 没没没没 你嘴巴离手机远一点 离卖远一点 我没有 逗你玩 嗯 以CE2总为例 是吧 人家随便手机要轻轻一点 嗯 那都不知道是多少钱 嗯 人家住大别野 开超跑坐牢 逗你玩了兵哥 对不对 你说你这个差距这个大的都 我都不用说吧 嗯 太大了 嗯 差距大是吧 你给什么建议吗 我就 我就感觉挺搞笑的 你给什么建议 嗯 啊 你送的钱多 啊 就是认知高 就是差距大 就是不能给建议 是这意思不 那差距大不大吗 啊 你的差距啥里 是给你送的礼物 就是这种差距是吧 哎呀 不是哥们你这么 这是 无论是社会财富还是社会地位 差的太多了 啊 差的太多就不能给建议了 你的意思是吧 别给了 真没意义 啊 那孔子 那孔子呢 孔子也没有很多钱啊 他为啥给各个国王 那国那些诸国的那些人 你自比于孔子啊 我可不自比孔子啊 你自比于孔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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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比孔子啦 另外我再跟你讲 孔子在那个时代是社会名流 你啊 嗯 我说句说 如果在当年 你连孔子的徒弟都当不上 因为孔子那个时候 算是清北 清华北大的那个教育水平 就你在那个时候啊 你连他的徒弟都当不了 你还跟着孔子自询孔子 你从高潮的三本教育 我懂你意思了 你意思是学历低 就不能去给建议 也不用也不用比是吧 那是一种另一个形式的学历歧视呢 没有人歧视你 那没有人歧视你 为什么要总是要对比呢 什么我不能比孔子 我还没说我是孔子呢 你就开始对比孔子了 人 你要给哲不见各位总建议 人 哲不见的各位总 是你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 嗯 你说你给啥建议吗 你不宠搞笑的吗 我不能给建议是吧 我不能给建议是吧 你搞笑啊 你真的你没上过一篇班 你都听不懂我说的什么意思 你一个公司 位高权重 就不能给建议是吧 我只能低下头夹着尾巴说话是吧 你结合一个公司 你首先是一个小的项目组 然后是一个中型项目组 大的项目组 然后呢 是分公司 集团公司 然后是 那么是一层一层一层 有自己的小老板 中老板 大老板 是吧 公司的这个 这个大股东 因为你作为一个 这就是基层员工 你真的你 你我说句不好听的 你给 差距太大了 差距大是吧 嗯 太大了 差距大是吧 太大了 知道吗 人家随便一点就是你一个月生活费 你说这怎么聊吗 没法聊啊 啊 我我听了你别说测骨头话了 说一百圈不就是别人比我有钱 我他做的啥都对吗 是这意思吧 我连建议都不能给 我连一句善意的建议都不能给 你看这又来说了 真的是 你不理解能力啊 你也只能是三本要学了 也只能是三本要学了 就攻击我 你直接不表达观点就攻击我 然后给我脱骨头话 还有一堆送礼物 真的是 来我再给你读个SC 再给你读个SC 要感谢咕咕1.0 咕咕总建长 感谢咕咕总建长 哎呀小虎眼拙 刚才能看到我 再给你读SC 反向非火星火星总说 是钱如粪土的 不会在乎钱 谁急谁在乎钱 谁急谁在乎钱是吧 再给你读一个 DELUK总说 这火鸡挺卖力的 我上套了 感谢第一总 MIP总说 以后你每周不联系 这哥们我就不看你直播了 好的MIP总 好的感谢MIP总 至少还给我说个生活愉快 真的而不是不尊重的挂我三本要学 真的是 一点都不尊重人 什么都是下去吧 弹幕说弹幕说没活了 下去就让我下去是吧 那你是不是跟 那你跟弹幕有什么区别呢 虽然弹幕是你的衣食父母 哎呀行了 行了 又行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了 我我反正我就对你这个观点 表示非常的质疑 而且难以理解 特别是这些送礼物的 真的 所以送起劲 你跟那小孩有什么区别 经营两句 你就被护子这些魅 魅魔给魅惑住了 你认为 这些钱 就是这些钱对于你来说 确实可能数字比较大 但是对于我来说也很多 但是对于人家来讲 然后呢 真的就是 零头的零头啊 真的 人家都不在意这个 就是钱多不在意就要给你 是什么理 什么逻辑啊 钱多不在意就要给你 钱少了再也给你 是吧 人家对于人家来讲真的 就是人家看开心了 看乐子了 好看开心了 对于人家来讲 真的是九牛一毛钟的那一 一小 一小绰绰一奶奶 是是是是这意思 你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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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人 你哄这些 这些什么人开心了 别人你乞讨成功了 是这意思吧 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 你愿意说啥说啥 这个还是那句话 这个钱对于你来说 确实很多 对吧 你怎么知道对我很多了 一分钱也没法挣 都是父母一个月 给你一千万元生活费 那随时便会 一千万元多了 确实对于你来说很多 一千太多了 对我来说 但是对人家来讲 我已经讲过了嘛 九牛一毛钟的那一小 一小奶奶 九牛一毛一小奶奶就可以 就可以就给你送是吧 那为什么给我送呢 就因为我没活 你有活是吧 行了行了 我不不不 还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了我就挂了 行了 你这你这 被我扎干 被你扎干了是吧 又被你扎干了 你没啥话要说了 你来来回回就嫉妒嘛 说白了 谁嫉妒你了 我可没嫉妒你哈 对你是没说嫉妒这两个 但是从头到尾 我一个星期 我观察发现了 就是你除了扎干我 就是人身攻击 你还有什么你说就是 你从诡辩把我诡辩赢了 把我的这个剩余价值给扎干了 你觉得很开心 行了 你连下一个继续弄你 不是这个国际吗 好了好了 你到这吧 好吧 你已经这个扎干了 没有什么吸干了 已经吸干了 好吧 如果我还有新活 阁下该如何应对呢 生活愉快 祝你生活愉快啊 前程似锦 好吧 人生三百药学 好三百药学 祝你前程似锦 好下一个啊 哎呀 在此啊 小户 再次感谢我 CR LMG23总的性情 啊 再次感谢我BD130总的通透 再次感谢我金山K总的豪迈 啊 再次感谢我直播间剩下的其他各位总的 啊 这个这个无私的爱 啊 啊 下一个啊 下一个 啊 说实话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的礼物啊 这礼物真的太大了 太大了 这这第一次见两万电池SC 这说实话 你别说我给别的直播间我也没见过这么多的这个SC啊 好 再读个再读一下SC啊 啊 甲酒市人甲酒总说 户子啊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啊 啊 就是有些人认为有钱人是拿出土出地啊 挑粪的认为有钱人是拿金子 金子筐子装粪的啊 所以说 很多经济实力没有那么强的人理解不了这个更有这个有钱的啊 好感谢这个甲酒总啊 感谢甲酒总确实确实 是吧 这个确实咱们这个总确实很有实力 这个有什么说什么啊 好 再读个SC啊 不爱破不爱总说 户子啊 给我听红温了 能说出来直播不能带动消费的人呢 我真是怀疑是不是本科生 而且刷不上礼物和他没关系 为啥搞到道德绑架啊 真给大学生丢人啊 而且这个人老演员了啊 每次都爆点 别再连他了好吗 容易给观众整高血压了 另外还报收到了 报赞 感谢我 不爱总啊 感谢不爱总啊 好 这个阿苦师兄说 等太久了 户子联网上卖好的 稍等啊 不着急稍等啊 稍等啊 这个姑姑总说 今晚切片 切片是可以加个鸡腿 今晚上卖个个是人才 切片切上头了 呀感谢我姑姑总啊 感谢姑姑总啊 好 下一个啊 下一个我看下一个连谁啊 下一个 来我把连卖关了啊 你们重新申请一下啊 重新申请一下 把连卖关了 重新申请一下啊 因为很多人不在了 很多人不在了 嗯 好我看下一个连谁啊 哎呀 今天真是高强度啊 这整的我身上 这个这个汗都挺多的 那 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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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请讲说话 说话 讲 下一个啊 我第一次连就连就连上了 嗯 说说说说观点 嗯 嗯 我都不知道 下一个啊 这个有咱们直接说观点啊 不寒暄啊 不要寒暄寒暄 这个这个人大家都等着呢 是吧 你说寒暄 这是寒暄到明明天了 嗯 嗯 你好 你好 请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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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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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 哎 不说话 就别连了 啊 浪费所有人的生命 对不对 嗯 好 喂 喂 喂 能听到吗 我要讲三个观点 首先 卖声音太大了 离卖远一点 首先 我是咱们直播间的榜一 当过几秒钟榜一 先发表一下证据 我希望能听到护胜的感谢 可以吗 感谢感谢你的礼物 谢谢谢谢 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 我想要换一个 嘴巴离卖远一点 离远一点 我想要换一个手机 我目前的手机是红米P40 嗯 然后呢 现在新出了红米K70 还有苹果 因为我 我是护胜的真粉 我是想换苹果的 但是我这个手机的 上级是K70 护胜 护胜能够给我一个意见吗 一个月收入多少 一个月收入多少 一个月收入差差个两三百五千 两三百五千是吧 好 家里有没有贷款 没有 父母做什么工作的 父母都退休了 每个月大概只有 各有一千不到一千五的退休工资 你有房有车吗 有房没车 房子什么时候买的 房子是在 是我爸买的是04年买的 老房子是吧 没有新房子对不对 没有新房子 来老家哪里的 老家是泰州的 现住在 泰州就江苏泰州 我知道 现现住在 省会 独生子女吗 就南京吧 直接说呢 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兄弟姐妹 有一个姐姐 姐姐多大了 混的怎么样 姐姐比我大两岁吧 混的还行吧 但是我不知道她的具体收入啊 嗯好来 直接买红米K70啊 买个小米就行了 你的收入支撑不起买iPhone的 OK 我有我听了你 昨天的切片特别特别担心 希望 那直接说说重点 不寒暄 不要去以色列太危险了 不然以后我睡觉都睡不着 我以后没得听了 那就太难受了 好感谢你的关心 首先我来给你明确一下 以色列呃 我目前以我的了解 我看了很多资料 就是去以色列来讲的 当然我不建议你们去啊 我去 我不建议你们去 合法的去啊 就是你葛特 最起码是葛特拉维夫 你不去那个那个和巴那边的那个那个边界线 包括加沙那块 就是没啥问题的 没啥问题的 我感觉还是太危险了 因为现在 不说敏感的 反正就感觉 有可能会受到伤害 还是 推迟吧 推迟行程 好感谢我给自己买五份人生意外线 给自己买五份 而且这个保险公司是承保以色列的 是承保那边的 合法的 合法的保险 第三我感觉像我们这些比如说 差两三百五千 拿到两三百五千的大部分 都是2021年前的三本 然后说重点 说重点 现在2024年都没有几本几本了 沪胜是在成都吧 在成都 然后呢 成都是没有一本二本之分的 你看这是百度的 然后说重点 然后呢 我就希望咱们直播间不要再说三本了 能不能把三本变成屏蔽词 可不可以 好生活愉快 好下一个啊 下一个 没事啊 我很感谢大家的关心啊 我会在这个 我会如果说要去以色列啊 合法的去啊 合法的去申请签证啊 我会给自己买至少两份 国际的 城堡的 这个 国际的这个保险的 保额最起码也得二百万吧 最少二百万了嘛 当然我尽量买多一点啊 当然我 我如果说真担心安全问题 我是不会去的 没有什么 安全问题的 放心啊 放心 好下一个啊 下一个 连不上 卡 来下一个啊 看下一个连谁啊 别急 下一个 好 稍等啊 这个吧 嗯 没连上吗 怎么没连上呢 来我把连麦关了啊 来 你们重新啊 重新申请连麦啊 重新申请 好 我看连谁啊 我的妈呀 这人太多了 这看的啊 看的这个眼睛啊 眼睛 哎 你好 你好 请讲 说话 你好 说 看了你好久了 说啊 嗯 然后的话 你那个太急了 对什么事情 嗯 说观点 没观点 都认同 下一个啊 太急了 我 我在工作啊 在上班啊 咱们俩不是在处对象啊 对不对 你要说处对象 这怎么都行啊 是不是 好 看下一个啊 哎 来 PHO总请讲 哈啰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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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下一个啊 下一个 来PHO总你重新申请一下啊 你麦没有声音啊 麦没有声音啊 有人说太急了 呃 这个可能每一个折播间不一样吧 我折播间节奏确实快啊 确实比较快啊 因为我不想浪费咱们每一个必有任何一秒钟时间 那因为咱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 都很珍贵 都很珍贵 啊 好 下一个 哎 用户连接超时啊 这个 哎你好 请请讲 喂护子你好 嗯说 呃我想请问一下 如何看待工程管理这个观念 嗯 嗯不知道 不知道如何看待 嗯 然后呢 我挂了吧 你挂了我吧 你是高考生是吧 我 我已经是大四了 大四了 那如何看待不重要了 你这个已经是生理煮成熟饭了 有道理 你这个前程真的死井了 没有死井 已经死井了 那你这个呃 当时这个专业谁替你选的 是我自己选的 嗯自己选的父母做什么的 父母 呃都是干工程的 嗯干工程的是吧 那现在父母这个收入情况怎么样了 嗯 现在 家里生病了 生病了 家里有人住院了 住院了 哦有医药费吗 啊 有医药费吗 肯定有啊 有医药费 啊 这个家里面有存款吗 存款 应该都给医药费了 换换癌了家里 哦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那你这个有保险吗 医疗保险有吗 有 哦 嗯 那你 等于说现在家庭没有收入了 嗯 相当于吧 哦 那你有房子有车吗 我大肆 家里有个房子 家里也也也有车 啊 有贷款吗 没有贷款 哦在哪个城市 南京 哦 你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多大面积 在南京那个区域 在南京江陵啊 嗯 什么时候买的 多大面积 201几年吧 他我我妈的我爸的 不是我房子 啊几套啊 一套 多大平米 多大平米 两层吧 嗯两层多大平米 几十几厅 三百平吧 嗯三百平 嗯 就是四五六 嗯可以 那你 那你是你父亲患癌了吗 我母亲患癌了 我母亲还刚做完开炉手术 哦 这个方便说是什么癌症吗 肺炎 哦 呃 那你现在你母亲 呃 就方便说就说不方便说就算了 那在哪个城市治疗呢 在南京 但是我就就 他治疗 就是 就 我父亲就是偏偏向于中医 你知道吗 他就是带他去江苏省中医院治疗 哇 我听这个话我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你现在这种情况 但我不是医生啊 但是他西医也治 他中西医也结合 他西医吃那个奥西蒂泥 我不是医生 如果 我跟你讲啊 我妈也得过癌症 你知道我是怎么处理的吗 首先第一点 确保有钱 先准备钱 对 这个确实很重要 他这个把枪用太贵了 第二点 直接去上海 都不用废话 你可南京去上海坐高铁 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你家里又不差钱 三百平米卖掉啊 怎么 你妈那个病没有这个房重要吗 另外 这个房卖掉 也花不 这个钱花不完的 你妈这个病再厉害 最多花个几十万 最多了 直接去上海市 那个肺科医院 或者上海市胸科医院 这个是全国排名 前三的治疗肺部疾病的公立医院啊 可以说全国最厉害的 你还可南京干什么了 还中西医结合 直接去全国最权威的医院啊 我的妈呀 你还可这个 这房子不是我的 是我妈的 她不卖 你知道吗 不是我说卖就卖的 你妈这个命 还没这个房重要吗 这个房子可以再买啊 钱可以再挣啊 你现在直接去上海啊 但我不是医生啊 我们俩在聊天 我不给任何医学建议 根据医生的建议来 我妈生病了 当时我知道我妈的 当我妈现在是完全好了啊 她那个癌症是 那现在这个房子也不是好卖啊 你知道吗 不好卖就降价 降到能够立刻出手 你妈的命比这破房子重要 知道吗 你妈的命比这破房子重要啊 你还可这这房子房子 直接去上海啊 她是你妈哥们 她不是我妈 要能卖出去就卖了你知道 降价啊 没有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 只有不合适的价格 你往下降啊 你那破房子 光想卖500万可能吗 你卖150万马上就有人买了 你这事还可这犹豫啊 哎呀我真是我遇到这种事啊 我真是着急 你才不是我妈 你说我可是着什么急 一套房子卖了我就没家了呀 有妈才有家 你没妈才有个破房子叫家 你有有妈到哪里都是家 租房子住一家三口租个破出租屋去就是家 我真的着急啊 我真的跟你这种人聊天我真的是着急 你肺癌你早介入早治疗 是吧去权威的医院 这个人 肺癌已经切掉了 早期奥西剃泥 已经开始吃了 吃了一年了应该 我不是医生 我无法给你任何医学建议 你说的我也不懂 但我懂的是什么 我懂的是如果是我妈 并且我妈真的得过癌症 而且现在是完全好了 我妈得癌症 我是怎么处理的 我是当天晚上知道我妈 这个 有 就是 切片 就是穿刺切片 人家医院告诉我爸是癌症 我爸跟我讲我妈得癌了 我 我是怎么做的 我是 直接买了第二天早上最早的高铁去上海 去全国最好的这个假装 这个假装腺科 挂 挂医生的号 那当时还运气还比较好 直接就挂上了 挂上之后 去了医院 医生在当天就 因为 检查都做过了 医生在当天直接安排了 后天入院 也就是说我妈从得确诊癌症 到入院 中间就两天 入院之后 准备了一两天做手术 和上海住院住了大概三天吧 就回家了 就整个我妈从确诊得癌症 到最后完全好 一周 那就一周完全所有的事情全部搞定 我也省心 那个什么 上海什么医院 我这个正好活性 带他过去看看 我跟你讲 这个你自己去查复旦大学 这个复旦大学发布的啊 不是我跟人瞎说的 复旦大学 全国科室排行榜 那那个不是婚房 那个不是婚房 我还没有婚房呢 就全家就一套房子 我跟你讲啊 就是这个都是公立医院啊 这个不存在说我引流什么的啊 这是复旦大学发布的 复旦大学医学研究所发布的 就是复旦大学全国医院分科排行榜 他把他把就是人的各个部位 比如口腔啊 神经外科啊 什么骨科啊 什么肺啊 就是各个科 就是全国最厉害的医院都排行榜了 我如果没记错啊 我如果没记错 全国最厉害的这个肺部的这个医院 应该是上海市凶科医院 我我如果没记错啊 你自己去查一下啊 以你查的为准 对吧 上海市凶科医院 上海市凶科医院 是全国大型公立三甲医院 当然了你去查一下 我说的不一定准确 你去查一下啊 上海市凶科医院 凶科 你去查了 我有可能会记错 你自己去查 知道吗 你可能记错了 你大肆 你没有搜索能力吗 你自己去查一下 一分钟都不需要 那我自己去查 你不用说 嗯 你 现在的这个癌症啊 你 你 你不差钱的 你三百平米的房子怎么卖 也能卖二百万三百万 南京那个房价 怎么着也能卖二百万 别说没人买 降价降价 这是你妈的命 你再跟你妈的命再跑 这房子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跟你爸要 不是我妈的 你得经过 决定权不在于我 你知道吗 我我我我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你要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了 我肯定要承担 如果说你爸不同意 那么你就要跟你爸说 他他这个确实 越早治疗越好 感谢我CRLMG23种的提督 哎呀 我的 他那个肺癌应该是早治疗了 他是早期 稍等啊稍等啊稍等 感谢我CR种的提督 CR种啊 早期就已经切掉了 好你稍等啊稍等 稍等啊CR种啊 你这今天你这太通通了 CR种 哎呀CR种啊 哎呀这小肺真是 诚惶诚恐啊 小肺是诚惶诚恐 受宠若惊啊 真的是受宠若惊 CR种 哎呀再次感谢我CR种啊 再次感谢我CR种 哎呀呀呀CR种 感谢啊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CR种 我的天哪 哎呀 好 早期超市 好好像是27毫米 嗯 然后切掉了 好但是他那个奥西提尼 他是需要30毫米才能进一宝 所以说他现在 虽然说奥西提尼进一宝了 但是我妈他还差个两两毫米啊三毫米才能才能进一宝 所以现在还得自费每个月大概五千吧 五千对于你家来说不是事儿 先别探钱 是是 房子卖了 行行行把房子卖了 不是 你必须得卖啊 你必须得卖啊 对啊我必须得卖啊 我又不是不同意卖 我说实话 五千块钱对于你家 我说实话 我现在就想卖 你家个南京住三百平米的 我小的 得卖房子 对啊 你是这样啊 我不是医生 你也不是医生 我知道你不是医生 得卖房子 你的观点是 我的观点是也得卖房子 我们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是那么还有一点我要嘱咐你 就是尽量去国家集三甲就诊 尤其是这种癌症 江苏省中医院也是三甲吧 跟上海的国家集三甲差太多了哥们 不是一个级别的 确实我知道 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说实话 如果是我妈 我都不会有任何犹豫 直接坐高铁就去上海了 我都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说哎呀 我不行搁什么南京的医院 哎呀我搁 搁这个医院那个医院 我都不会有犹豫的 就是当天晚上我知道这个事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的高铁 就直接就到上海了 对吧 而且你也 关键是你也不差钱 如果说你差钱嘛 对不对 那咱们就另说 你关键你搁南京住三百平米 买平米的房子 你跟我扯什么钱呢 你 对啊 我没跟你扯钱 所以你现在 我现在不是说 跟你的想法一样 卖房子吗 那关键你 那你卖房子这个事 你爹不同意是吧 得商量 他不是不同意 得商量 得商量 我只是跟你分享一下 看你什么观点 然后 听取一下建议 是吧 你这商量啥 这有啥商量的呢 医药费给不起来 就卖房子呗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呢 这是可以商量的事吗 商量要不要治啊 不是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就这种事 这种事有什么好商量的 我就 我就 我真的 我都要气笑了 他确实治治好了 他现在 中医只是辅助治理 哎呀 我真替你妈感到心酸 真的 我 我当然我不是说你啊 但是你也有一方面的原因 你竟然还跟人扯中医 我真替你妈感到心酸 真的 真的我感到 中医不是我要看的 是我妈要看的 我一开始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也不是很不信中医的 你知道吗 那这个时候 但我爸我妈她老一辈人就信 我我已经跟他扯了半年了 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态度强硬一点了 对啊 我很每次回家都很强硬 他们俩就很酱 而且我也跟他酱 就是不给他看 然后他还带他去看 那我就没办法了 那怎么办呢 那好吧 那那那咱们留到这吧 拜拜 你稍等你别急 那你 你 你母亲那边她还有亲人吗 我的天哪 感谢我 C.R.总 C.R.总 这什么情况 感谢我C.R.总的 宏运小电视 感谢C.R.总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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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C.R.总 哎呀 这已经手不受控制了 手不足蹈了已经 啊 那你你母亲那边还有亲人吗 肯定有啊 那你母亲那边 她她呃 就是你的姥爷姥姥还在吗 姥姥还在 你姥姥能去这个劝她吗 她她她更姓中医你你你别说了 我姥姥更姓中医了你别说了 她她她都姓就是姓呃牛就是姓鬼姓神之类的 她中医她更姓了 那这个就没办法了 说实话真没办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妈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妈是听我的 她也说实话她也信 但是呢 我跟她说去上海 她就就听我的 我我说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你什么都不用管 你就配合就完事了 那你现在你这种情况我说实话 那我我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说实话说的再多都是废话 真的是废话 真的真的 我真的每次 每个月我不是大学生吗 我呃 反正大学也在南京上的吧 然后每个月都得回家都给她炒一下 就是说不给上 少看中医就是不看中医 嗯 这个癌症啊 这个癌症是有窗 是有窗口期的 不能看中医 但我每次都 就是跟他们这样 这样 那么没没办法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 又发了个一万电池SC CR总 CR LMIG23 CR总说 大家国庆快乐 哎呀感谢CR总 对大家的问候啊 感谢CR总 同时小户也在这里住 CR总 国庆快乐 感谢我CR总啊 太感谢了 感谢CR总 感谢啊 好 是这样啊 呃 这个是这个石头啊 我在最后再跟你说两句吧 就是说 呃 这个癌症啊 它是有这个窗口期的 我希望你母亲能够 没有事 现在 现在啊 现在这个医学 你去科学的治疗 呃 这个癌症啊 就相当于一个慢性病 呃 活个十年八年 甚至十多年 都不成问题 当然不是说晚 特别晚期啊 呃 早期的他是 对 所以说 你母亲是早期是吧 她发现了很及时 她做完开颅手术之后 她就发现肺癌了 OK 嗯 反正我 我该说的都说到了 至于说 嗯 那你家里人做什么选择 我又没这个能力阻止 对吧 那只能说 祝你们好运了 只能说 我只能说这个话了 祝你们好运 啊 别的没用了 你别的再说说啥呢 对不对 没意义了 嗯 嗯 好吧 好好 好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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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感谢 拜拜 拜拜 好 啊 感谢我 MINT MINT 这个建长啊 感谢MINT总的建长啊 感谢啊 十分感谢 十分感谢啊 好下一个啊 下一个 好 下一个我看连谁啊 别急 这个吧 哎 你好 请讲 请讲说话 哎 你好 嗯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你现在对这种阶级分化有什么看法 阶级分化是啥意思啊 就是说你看现在你给这么多大佬给你投币 然后你现在已经属于是那种比较从一从一个比较低级的阶级到一个高高层的阶级 我觉得这怎么这怎么还有阶级了 这我觉得就是你这个话我阶级你这一说这个词我感觉好古老的词啊 现在本身就是嘛现在国家的阶级分化很严重 这个人不正能量啊 这个没有阶级啊 没有阶级啊 没有阶级咱们 咱们这个社会没有阶级啊 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啊 直接给他挂掉啊 直接给他挂掉 不正能量啊 不正能量 好下一个啊 下一个 好 看下一个连谁啊 这个 请讲 哎 说 哎 我想问一下就是 呃您去新加坡的时候怎么和他们正常交流 新西兰的时候怎么和他们正常交流的 嗯 就英语啊 英语正常交流啊 您 您不是 中学生吗 我不影响我说英语啊 我英语是我的爱好啊 我平时 这个我很爱看这个B站上的一些英文的一些 B站上的啊 英文的一些 这个比如说节目啊 纪录片啊 电影啊 我都很爱看啊 我看您在某平台上说要备考雅思对吧 那是的 是的 我六个月之后要考雅思目标5.5分 有些人说了 嗯 你你只要说人到了就能给5分 那就给5.5都能考6分 哎呀哥们你说这个话都是大话了 对吧 每个人能力不一样 也许对于你来讲你去了就能考6分7分 那我能力不行啊 我一步一步小步慢走啊 对不对 嗯 哎 哎 互生互生你 您是怎么提升你的英语口语的 还有听说的呢 那我口语是最好的 我敢说 I dare to say 我非常敢说 啊 因为我之前上国际高中 我我们老师有两三个都是就是英语系国家的人 那我们上课说的就是英语啊 英语很有意思啊 就是说白的英语就是什么 形容词加名词 对吧 就可以任意组合你想说的 非常有趣啊 我我最强的就是听力和口语 我什么 呃 我这个写作非常垃圾 啊 我写作非常垃圾 就我我就听和说是最厉害的 呃 互生就是我想问一下 呃 呃 您的您的粉丝 四肩股东 您什么时候对您的股东进行分红呢 呃 你别说我还真有这个计划 你别说我要在这个 这个简中互联网上做别人没做过的事 我还真有这个计划 呃 按照就是最开始给我刷礼物的人呢 一个一个进行把这个钱啊 放还 真有这个计划 但是当然了 肯定不是现在 呃我我我这个 你不问我我我 我其实这个事我不想说出去的 我说出去 我怕别人模仿我 但是也没事模仿就模仿吧 对吧 他模仿我也模仿不到精髓 对吧 我还真准备这么干 啊 这么干了绝对 和简中互联网上绝对就是 就是叫平地惊雷 绝对是平地惊雷 没人这么干过 呃 当然我现在肯定没这个实力 大家知道我拍摄视频成本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呃 我上个月呃 呃 挣了三万多 呃 最终到我手里面就剩了七千 啊 七千一百多 啊 知道吧 就是当然我绝对有这个计划的 因为我是这样的 我之后不一定干互联网 我有可能干企业 或者干其他的 我有可能挣更多的钱 啊 当然我有我 你就全当我在吹牛好了啊 比如说我之后我挣了几千万挣了几个亿 那我就把我刷礼物的股东的这个钱啊给返还 比如说啊按日期返还 比如说二零二三年 比如说三月份的四月份的五月份的 那我我我这我真打算这么干 当然了这个前提是我确实得有那么多钱 不可能会这么干的 嗯 而获胜您您最想如果如果有机会的话 您最想呃 呃移的认的地区或者国家是哪个 啊 直接给他挂掉啊 直接给他挂掉 嗯我跟你讲啊 哪里都不如咱们自己家好 知道吧 你这个 你可能就没有出我国啊 就哪里都没有咱们自己家好啊 你说这话不正能量啊 不正能量 不正能量啊 不正能量啊 这个吧 嗯 请讲 说话 你打游戏就就就就就别连了吗 是不是你打游戏你还连什么玩意呢 嗯 说 喂喂喂 嗯 讲啊 说嘛 就刚刚那个那个那个学生呢 就说你说的那个什么 嗯 讲啊 讲啊 嗯 嗯 就说的那个三本那个学生呢 其实我是挺支持他的 之前的话看过你的一些视频 然后的话 我说一下我的情况 所有人都没有充过电 也没有在各个平台上花过钱 目前的话就是这样 虽然作为已经过来的人 我毕业大学毕业的话已经十年了 各个事情的话也都也都经历了好多 嗯 我觉得我们是被社会打败了 但是他们那样的人 我们不应该这样恶语相向 我觉得年轻人还是有一点 就是就是 对这个社会还是有点梦想比较好 或者有点 我怎么对他恶语相向了 我觉得这种就就比如说啊 比如说 虽然 刚刚你说的就是在咱们社会的话 人人平等 然后的话 你来打击他一句说是 他自比孔子 我就说 如果是人 你认为真人人平等的话 为什么不可以自比孔子 是人人平等啊 没错啊 但是 但是 但是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你今天 今天给你说的最多的咱们这个卡组 这个卡组 我刚刚的话去去后台的话去看了一些他的信息 嗯 就是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 首先啊 他的这个地理位置 IP位置的话 还是在美国 嗯 然后关注的几个人里边的话 有一个是 风哥 有一个是 大猛子 还有一个最 就是他花钱最多的这个直播间里边 是一个93年的小女孩 我估计他就是按他的这个年这个年纪的话 也就是 就是估计是美国留学或者是读书的 嗯 像这种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感觉就是他刷的 呃 有可能是真是家里边拿的零花钱 就是这是我自我的判断 具体判断 那你想讲什么呢 那你想讲 你想表达什么 我想表达的是 作为 咱们这些 这些 是已经 理解这个社会议询逻辑的人来说的话 有些事情 不是你稍等啊你稍等 人家 CAR总 人家愿意给谁刷礼物刷礼物 愿意给人刷钱刷钱啊 怎么了 没问题 钱是他的 他想跟谁刷 跟谁刷 这个都没有问题 嗯 那你说 刚才说这个话什么意思 去翻人家这个 翻人家那个 那你这个是想表达什么呢 不不不不不 我觉得就是 当那个那个三本的学生 说的他一些话的时候 的话 屏幕弹幕里边的 全部都是冷嘲热讽 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对 不应该是这样 明白吗 嗯 那你能具体讲一下 就是说 那个刚才那个三本药学 他讲了什么吗 嗯 那因为 他肯定是 他讲的一些话 他讲了什么 他讲了什么 导致大家 这个 就说 我一直是认为 有一个问题 就是 能力越大 稍等啊 我来给你付出一下 来你你不回答我 我来给你付出 刚才那个三本药学说什么 说我直播间 刷钱这些总傻 这些原话 原话就这么说 说傻 不 这不是不让 有钱人没有傻子 我我我咱们 你你年龄也不小了 你年龄也不小了 你听我讲 你年龄也不小了 你也进入社会了 就我咱们 都是成年人哈 可社会上混这么多年了 嗯 你说人家这么有实力 对吧 这可能傻吗 你可不可能吗 说实话 咱们生活中 我说实话 我想接触到这么厉害的人 那那都都很难 对吧 所以说你说刚才那个三本药学 动不动就张嘴攻击 啥 啊 说什么 张嘴被嘴 就是对直播间的各位总的攻击 你首先 首先说咱不攻击任何人 咱不攻击任何人 首先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我 讲啊 刚刚有有有点有点卡 我说 呃 就是至少的话你说的那个三本的那个学 那个学生 他说的一句话他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如果有钱人的话 作为一个有钱人的话 你不能作为一个一个就是就是有没有钱 来判断一个人怎么怎么样成不成功 这个的话你你认同吗 虽然说你这个话你都扯远了 来 但是 嗯 你等一下我先读个SC啊 金山K总说 不刷礼物让主播贺西北风啊 那以后看什么呢 我刷了还 哎呀 对呀 这最简单的逻辑啊 我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说没有人刷礼物了 那我怎么生存呢 我还拨毛线呢 我有这个时间我去搬砖 还不如去搬砖去挣钱呢 对不对 对没问题 所以说 各位总刷礼物养活了小户 纳了税 得以让小户能够直播 哎给大家提供提供乐子 哎甚至有些有些网友说 看小丑 你看小丑是吧 那也能给你提供乐子吗 对不对 哎各位总开心了 小户能够活下去 能直播了 各位网友不花钱 也能看到乐子了 那这不都是好事吗 这怎么 刷礼物还刷出不是来啦 你听我讲啊 好吧 你先听我讲一下 好吧 首先啊 在直播间刷礼物的各位大佬 他们从你这得到了情绪价值 没问题 你得到了金钱收益 也没问题 直播间里的观众的话 看到了乐子 得到了开心 也没问题 但是正是因为这些所有的没问题 才造成了最后最终的大问题 这位学生哥们说的说的说说说说 所有的观点啊 进入有一个部门的话 有些天真 但是大方向上他是不错的 他的问题 等会你怎么推论出来有问题的 都没问题 怎么最后就有问题了呢 首先人人平等吗 你认为人人平等 当然了 咱最终的理 咱最终的理想是人人平等 但是 但是实际社会中人人不平等 你说这个是其他的问题 跟我直播间没关系 你这个跟我直播间聊的没关系 然后 然后就是 我哥们 我仅仅是一个小直播间 我说实话啊 我 我这个直播间 在整个简中互联网上来讲 根本就排不上号 你别跟我说那些大的问题 不 你说那些大的问题 我说实话 我 我是个小看了蜜啊 对吧 你从我直播间都扯到这么大的话题上了 这不很扯呢嘛 首先 首先 你说的正能量正能量 什么是正能量 有钱就是正能量吗 我觉得有钱挺正能量的 有什么问题吗 有钱你得合法的去挣才能有钱啊 有钱 挣钱的途中能够满足交易双方的需求 挣钱途中能够纳税 挣钱途中能够提供就业 挣钱途中能够刺激经济发展 那有钱当然是正能量的了 这有问题吗 有钱有责任才是正能量 有钱没责任 叫资本家 哎 别急 你所谓的责任 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普通人 作为公民 对吧 承担法定义务 这个就叫责任 法定义务每个人都要承担 法定的 听我讲 法定的是人的最低的道德水平标准 哎 你这句话啊 这句话是一个很流氓的话 法律是我们所有人 共同的道德底线 道德标准制定出来的 你怎么 我跟你讲 能够做到遵守法律 就已经超越 就已经超越了 这个 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公民了 那我问你找小三 我再说一句 我再说一句 我再把这句话重复一遍啊 就如果说能够做到遵守法律 就是一就是一命非常非常合格 非常优秀的公民的 我说完了 只是及格线 啊 我说只是如果只是遵守法律的话 只是及格线 只是及格线 对 只是及格线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找小三违法吗 你讲嘛 你想说什么 找小三不违法 但是找小三明显不对 那是这样 那咱们直播间跟找小三有关系吗 那你看你每次 你每次都转移话题 就是找到一个一个点 我现在 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什么话题 我给你讨论的话是 第一 咱们追求的是人人平等 你不能 你不能 你不能以你这个就是有钱 有地位 然后 就是 就是唯一正确的这个东西的理论的话 我也没聊到什么有钱有地位这方面吧 钱不是唯一的东西 虽然现在的话 这个社会的话已经扭曲到这个地步了 但是 你的价值观不应该是这样 你稍等一下啊 首先哥们是这样的啊 你刚才上麦的时候说那个三本学生那个问题 三本要学的问题 然后呢 又转到了找小三 又找到了什么 什么有钱 什么 有地位 怎么着 你想聊什么 我说的 我说就是那个三本的那个学生的话 他有一些话说的挺对的 举个例子呗 就比如说 如果是有钱的话 应该多捐一些学校 多设立一些奖学金 这些没有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了有钱人的话 想自己的钱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但是 哄这样啊 我想问一下啊 我想问一下 这个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 还是用来约束他人的 道德的话是用来约束所有人的 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说只有你遵守道德 别人都不遵守道德的话 那你 那就是耍流氓了 那你等一下啊 你能拿道德约束别人啊 为什么不能 如果要是道德约束不了别人的话 为什么我还要遵守道德 不是你能拿道德约束别人呢 你怎么约束啊 这个约束的话 应该是从自身 从 你纯搞笑呢 法律才是用来约束别人的 你纯搞笑啊 行了行了 挂了吧 别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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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挂咱们把话聊明白 另外你都张嘴闭嘴 捐个学校 捐个这捐个那的 捐是情分 不捐是本分啊 什么时候捐变成了义务啊 不是义务 不是义务 那你凭什么要求别人这 要求别人那呢 你有什么这个 你有这个资格吗 首先 这个东西不是别人要求的啊 我也没有要求这样做 我只是说 这样做 是对的 至于 至于这样做 或者说 这样做是更好的 这个东西没有人 任何人的话 有资格要求别人怎么做 那你说出来是 说这个话 你怎么没去捐个学校 你怎么没去捐个这个 那你说这个话 是什么意思了 你又来道德绑架 什么道德绑架 我怎么道德绑架你了 就是 你来的就是 你怎么不一样 你怎么 这个社会 这个 就是对的方向的话 是是是是是要怎么做的 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衡量标准 我刚才跟你解释过了 但是有些人是能做到 有些人是做不到的 我刚才跟你解释过了 捐是情分 不捐是本分 对不对 你怎么能要求别人 这么去做呢 那首先 就是 那那但是刚刚的话 你干嘛要求我去捐呀 我没有要求别人 怎么样 怎么样去做 我只是说哪个方向做是对的 不是 你这个逻辑真乱 三本 三本要学 三本要学 刚才葛曼尚讲 你这个吃不见总 怎么不去捐个学校啊 怎么不捐个这个捐个那个啊 是由此我们展开这个话题的 嗯 他 他的就是 他的最终 不是说最终目标 他想表达的东西 受益的话 是群体是所有大家的群体吧 他想表达表达的东西 基本上的话就是 呃 在学校里大家一起 呃 向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那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啊 你稍等你稍等啊 首先捐是完全出于自愿 对 对不对 对 出于自愿情况下 这个叫捐 对 对吧 你不能强迫别人捐啊 那这个性质就变了 对 然后刚刚刚刚你那句的话就是 我怎么不去捐 那那 那是怎么回事 废话 你让别人捐学校 我现在反问你 你为什么不去捐啊 有问题吗 我没有 我没有让别人去捐学校 而你反问我 为什么不去捐 咱搞清这个逻辑好不好 行了行了 大家都看着 大家都在看着 你这你这你已经开始说胡话了 你已经开始乱了 你已经是开始说胡话了 首先 人人平等 是大家所追求的东西 这些东西 不应该被笑话 本来就是人人平等啊 对啊 法律上大家都是一样的 如果真的能达到人人平等的话 现在大家也不去追求这些东西了 本来就是人人平等啊 他不应该被嘲笑 但是财富上大家是有差别的 这个是客观事实啊 人能力是有高有低的 但是 你不能以财富作为划分一个人 一个 一个人成功与否 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呀 呃 是这样的 哥们 现在这个社会是这样的 没错 但是如果是所有人都认同这是对的话 那这个社会就完了 呃 是这样的 呃 对于绝大部分的这个职业来讲 财富就代表着成功 就你可以不承认但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事实 对 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这个就是事实 而且追求财富 会让社会更加美好的 没有任何问题 有什么问题 你跟我讲一下 你听我讲 在合理合规的法律框架下面 追求合理的财富是没问题的 可以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可以让社会社会更多的人得到幸福 但是如果是不合理合规的这个社会 如果是一味的追求这个金钱的话 你你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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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到这个社会 现在什么 你可是做有罪推论呢 谁的钱不是合法证的 你可是做有有罪推论推论的 来来来来来 我问你 谁的钱不是合法证的 另外你什么叫赚合理的钱呢 这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你来评判合理不合理呗 是不是 我问你 农民农民就活该倒霉 怎么马云的钱不合理 你要把马云的钱分了 首先啊 首先大家都是在知道 社会理论框架下挣的钱 谁挣钱都是自己的本事 不管是坑谋拐骗还是怎么立 他们挣到钱了 就是他们的本事 他们也是在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下挣到钱 大家挣钱都是合法合规的 怎么谁还能挣违法的钱呢 不可能呢 大家都觉得不合理啊 那么就是这个社会运行的机制错了 什么叫大家都觉得不合理啊 什么意思啊 来来来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 好吧 第一 社会刚开始的时候